第221张祖山之辩,军天躺在道观中大口喘息,累得已经爬不起来了,他觉得张大炮就是故意的,管18个头牌,骗鬼呢,两天两夜,军天已经耗尽了,苍白的面孔,肉身上有些裂痕,精神抑制还在棒驳的生命危压中徘徊,头昏眼花,难受无比。 张远山走来,取出黄皮葫芦,为他灌了口彩及108位少女体香,烧制而成的神仙罪。 今天短时间晕呼呼地飘到了33重天,在云雾中云漫天花仙子私会。 张大炮眼几手快将葫芦夺走,像是大公牛一路狂奔离去,边跑边喝,撒鸭子远行。 狗日的,张远山气的大骂,脱掉破洞的鞋子砸了过去,像是一座大山轰隆一下子震在张大炮正亮的后脑勺上,他翻着白眼倒地晕厥,很快与地狱中的恶鬼私会。 一日中午,军天柔了柔脑门转醒,当他回想起昨夜的经历,有些猛逼,很快爬起来,徐了个水潭洗了个澡,换上干净的衣衫。 师兄你咋啦,当发现摇摇晃晃从山脚下登山的光头男,军天端是诧异,张大炮的脸色太惨白了,像是抱着一群恶鬼睡了一夜。 没事,师兄昨夜去了方氏一趟,身体被掏空了,需要静养几日,张大炮有气无力地摆了白手,眼中还残留着一抹恐惧,鬼知道他昨夜到底经历了什么灵异事件。 云天,云天,这时间,山脚下传来洪亮的声音,向龙和老六沿着被杂草覆盖的小路登山而行。 圣天池的修行已经结束,能看出他们的进步非常大。 还是一位长裙飘舞的短发少女,身材曲线饱满,一双大眼睛清澈透亮,她亭亭玉丽,未施粉带的脸颊上,起手峨眉,腹若凝脂,不过看起来很湿冷酷。 这位是,今天觉得有些眼熟,哼,沐昕双手抱胸,长腿笔直修长,大眼睛乌溜溜转优,看得张大炮的眼睛都直了,怎么觉得比丁加丽还要出色。 黑大美怎么变成白大美了,今天惊恶,这还是一路被她威胁来到天下洞天的沐昕吗? 在叫我大美,我捶死你,沐昕眼睛喷火,同时扫向祖山,道,这座山有些奇特,很不凡。 张大炮愣了愣,旋即走上去黑黑一笑,室内有所不知,祖山乃是万山之祖,大地之祖根,更隐藏无价仙藏,想不想来这里修行。 这不是我要走的路,还有你的眼珠子别乱描,当心我给你抠出来。 沐昕声音清脆,性情直爽,分明是一位娇滴滴的茂眉女子,举手台族坚确有阴气散发,说的话更是无比泼辣。 张大炮黑着脸,这个小妖精,军天摸了摸下巴,沐昕的来历是个谜,不过既然她没有揭穿云彩蝶的事,相信未来也不会到处乱说。 老六的心情复杂,没想到军天从一开始走的就是生命起源路,现在更是成为了祖山的弟子,未来真的难以入道吗? 你们不去修行,跑到这里来干什么? 军天问道,天霞洞天来了很多贵客,各大传承山的弟子都要以礼相待,感觉没意思就出来转一转。 老六说道,天霞圣子封王,接下来肯定要召开圣大宴会,持续的时间或许很长,听说方氏区正在筹备超级拍卖会。 超级拍卖会,军天惊议,天霞洞天的后山是一片繁华的方氏区,只不过拍卖会不是应该在古城展开吗? 我听说在方氏区举办拍卖会,十大洞天都会有强者赶来参与。 向龙说道,我觉得从规模上来说,肯定比昔日北极城举办的超级拍卖会的规格更大,据说会有洞天之主级的存在前来参与。 军天的心思活络起来,王寿师孩这些见不得光的东西,倒是可以通过超级拍卖会处理掉。 当然军天足够上百万精灵开食,还有向龙他们都在昔日赌盘中赚取了巨额财富,可以借机购买到一批重宝资源。 祖山弟子何在,这时间,山脚下传来冷漠的话语,军天的眼底闪出淡淡的金灰,发现山脚下汇聚一批弟子,以丁加利为首,不清楚要来这里干什么。 你们立刻从后山离开,不要和丁加利他们碰面。 军天的脸色有些冷,怀疑昔日在失恋中对他出手的有丁加利,向龙他们还是不要引火烧身,暗中壮大才是王道。 很快,丁加利登向山巅,眼眸扫视着军天,很势不善。 云天,看你脸色苍白,身上有伤,莫非已经被废掉了修行,转修祖上路了。 黄天雷也来了,阴森一笑,跟你有什么关系,军天邪腻了他一眼,呵呵,你以为我会关注祖上路吗? 黄天雷的眼底闪出刺骨的含义,冷冽道,简陋王,你何得何能夺走加利师姐的一道圣宝金华。 中围的弟子纷纷眼红的发紫,若非这件事是丁加利亲口告诉他们的,谁敢相信圣宝金华落入了军天之手。 他们更加恼火的是,祖上路已经废掉了,军天凭什么得到最强造化? 圣宝金华,军天有些犯迷糊,道,师兄,我们祖山不是任何资源都没有吗? 还有圣宝金华是什么?这个我还真的不清楚,张大炮似乎想到了什么,不过却摇头说道,你们搞错了吧? 圣宝金华何等珍贵,云天师弟不过刚入门,这东西岂能是他可以得到的? 丁加利簇眉,他只是推测落入了军天之手,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,关于这件事动天之主未曾细说什么。 师姐,应该不是他,黄天雷他们也觉得太扯淡了,简陋王总不至于洪福齐天到了能得到世人梦寐以求的造化。 说起资源这件事,你们倒是提醒了我,军天的眼睛微眯,道,圣子说要奖励给我实力天胎斗,还有我考核第一的其他奖励什么时候送来? 简陋王你能入门已经是走大运了,还妄想得到这些宝物? 黄天雷嗤之以鼻,虽然不清楚军天究竟是如何激怒天霞圣子的,可既然被发配到这片苦寒之地,一点觉悟都没有吗? 哦,原来天霞动天的规矩是可以随意更改的,圣子的奖励也是可以随意收回的。 军天野鱼一笑,你想要宝物,可以啊,丁嘉丽话锋一转,道,给你一个机会,去参加风云榜,如果你能位列前十,有资格享受其他传承山弟子待遇。 说完,丁嘉丽将邀请书取了出来,张大炮眼皮微跳,连忙道,祖山从没有参与过风云榜,这一届风云榜更不会参与,师妹你快把邀请书收走吧。 你是个什么东西,师妹也是你叫的,上不了台面的东西,丁嘉丽扫了眼张大炮,满脸的厌恶与恶心,像是在看一条蛆虫。 张大炮脸上没有任何情绪波动,他似乎已经习惯了,陪笑道,风云榜祖山不准备参加。 我在问他,没有问你,丁嘉丽冷喝,师兄的话就是我的意思,军天淡淡回应,不敢就是不敢,看来你还有些自知之明,明白考核第一事件来的。 黄天雷想要出言激怒军天,天侠洞天内部禁止斗殴,风云榜就不同了,如果能将他和军天安排在一起,黄天雷认为一拳都能将他给轰成残废。 祖山真的是太废了,连个能打的弟子都没有。 丁嘉丽继笑一声,不过也难怪,一个大废物带着两个小废物,回头我一定要提议,将祖山搬出天侠洞天,以免被世人吃笑。 丁嘉丽你说这些基我没有意义,除非把奖励给我送来。 军天冷漠回应,就这么想要奖励,丁嘉丽嘲弄一笑,孔家已经许诺了恐怖报仇,杀军天为孔王抵命。 孔家人的血不能白流,更何况是一代孔王惨死在蛮荒大山,就算凶手躲在洞天府地,孔家也不会善罢甘休。 别一副施舍的样子,我只是在争取属于我的东西。 军天淡淡道,当然,如果圣子说话不算话,当我什么都没说。 圣子你都胆胆在背后贬低,你如此不知深浅,未来很难成长。 丁嘉丽冷笑一声,军天则是微笑表示,这就和你们无关了,想要让我出山,拿出你们的诚意。 出山,黄天雷他们差点喷出一口老血,说得好像自己是大神一样,这让他们的脸色有些发绿。 特别他们怎么觉得,众走废路的废物,脾气竟然还见长了。 去吧,把奖励给我送来,我就去封云榜。 军天挥了挥手,如同在赶苍蝇一样,记住你对话,丁嘉丽的脸色冰冷,从没有人胆敢这样和他对话。 群长他妖娃与妩媚,若是在平日里直接教训军天,但是这段时间不同,各大动天伏地的强者汇聚在天霞动天,一旦发生冲突肯定会影响到名声。 瞧见他们离去,张大炮叹了口气,问道,师弟,刚才师兄表现得是不是太窝囊了。 师兄你在天霞动天待得时间长,肯定经历过一些事。 军天回应,以前的事情不提也罢,至于丁嘉丽逼迫你去参与风云榜,可要小心了。 张大炮一脸严肃地警告,这个女人出了名的心狠手辣,洞天伏地内部的争斗很残酷,每年都会被废掉一些弟子。 丁嘉丽背后的能量太恐怖了,一旦被他盯上会很麻烦。 我会多加谨慎,军天点头,旋即盘坐在祖山之巅,感受古老山体的变化。 因为看到了迫极近的路,军天在生命起源路的道横更深了,心灵与山体交融,渐渐洞悉到完全不同的东西。 每一个时辰过去,祖山都在经历沧海沧桑的巨变,仿若茫茫万劫在显化,众生在不断凋零与新生。 如同一部浩瀚的古历史,蕴含四季更迭,要在一天内演绎出尘世巨变。 在毁灭中复苏,数日过去,在这个深夜,军天眼中神光幻灭,祖山美一丝微妙的变化,像是尘世中的一粒结灰,但是压在军天面前,沉重如山。 似乎一部厚重的历史古书在翻页,哗啦啦的,缓慢重重压盖而来,斜着大毁灭之光,铲平一切。 咳,军天猛的咳雪,身体摇动,面容苍白,差点一头栽倒在山下。 吃地你怎么了,张大炮一直在为军天护道,不过却发现他脸上带着笑,像是盘坐在地狱的老僧,神圣祥和。 炮哥内心惊喜,难道真的触碰到了? 脚有悟性绝顶,老夫佩服,不过继续在这一条路上走下去,离死不远了。 一个幽灵般的影子飘向山巅,白发苍苍,身躯沟楼,拄着金色拐杖,苍老的面孔刻满岁月苍苍,眼底闪出奇异光泽。 第二百二十二张凡人十遍,扫了眼面容苍老的白发老者,军天眼底闪出冷光,第一次见面就以如此恶毒的语言攻击,逼彼此没有深仇大愤吧。 丁天山长老,张大炮的眸子都立了起来,没有以往的嘻嘻哈哈,隐约透着沙意。 丁天山活了快五千年了,在天侠洞天辈分极高,更是和丁天道同时代的人物。 当然丁天山天赋有限,未曾修炼到通天领域,大陷将至。 事实上,寿源想要突破万岁,唯有洞天之主才能做到,当然这天地间没有永生不死的强者,到头来要面临无情岁月的斩杀。 张大炮对丁天山无比了解,确切地说,这是他的第一任老师。 企图,多年不见,你我虽然没有师徒缘分,可你整日饮酒作乐,败坏门风,企图,可曾对当年的执迷不悟后悔过。 丁天山开口闭口就是企图,老脸阴冷如毒蛇。 什么叫做执迷不悟,现在还能从你嘴里听到这句话,还是那么可笑。 张大炮的胸膛剧烈起伏,当年他也是叱咤风云的绝顶奇才,都快塑造出十二天罡,能和天侠圣子争锋。 后来因为圣子大位争夺,丁天山竟然让他主动放弃,说是要成全丁羊龙。 以当年大炮的脾性断然不会答应,他在和丁羊龙争霸中的确败掉了,然而惨败的原因是丁天山刻意压制他,停掉了他的资源,否则他塑造出十二天罡,定不会蓄色天下圣子。 甚至那一战结束,张大炮离苦发现他被圣子废掉了修行,又被丁天山以不听教会的理由赶出了传承山,沦为丧家之犬。 每当回想起这些,张大炮无比的愤怒,若非张远山看他可怜将其收入门下,他都不敢想象自己的人生。 本该是问鼎巅峰的奇才,现在沦为祖山废徒。 但是现如今,这个老不死的竟然以企图称之,张大炮已经愤怒到极致,恨不得一拳头将他打死。 看来你还是没有彻底醒悟,当年我的教会更没有放在心里认真体会。 丁天山摇头,天侠洞天的正统是丁家,更有丁阳荣高高在上,外姓仍然指圣子大卫。 那是在找死,他对张大炮非常失望,当年如果他可以主动放弃,为列转成弟子算什么? 更能伸得圣子器重,未来正上大人物都轻轻松松。 事实上,在各大动天府地中,除非有堪比云西这等天赋的奇才,否则想要继承圣子或圣女大卫,难如登天。 张大炮狂怒一笑,修行本是逆天行,低头,让路,可笑。 丁天山冷笑摇头,不想再继续教会什么了。 全集,他扫视着军天,道,在这一条路上走得越深,承受的死亡风险就越大,该放弃就放弃,否则不过是废路上的一粒尘埃。 前吃萝卜但操心,我和你很熟。 今天冷漠回应,老子就算是死在这一条路上,也比你活得长。 你说什么,脚背,你大胆,丁天山严荣顿时大便,主着的金色拐杖重重砸在地上,翻腾出阵阵汹涌风暴。 老东西,别在这里冲我嚷嚷,你没资格。 今天神目如垫,道,这天地间想要杀我的人多得势,至于你。 更排不上号,锋芒毕露,不怕夭折吗? 丁天山苍老的面孔不满阴冷,很久没有人胆敢对他这般无礼了,况且一位被发配到苦寒之地的废物。 想要取走我性命的归儿子还没有生出来。 今天指着丁天山,断贺道,你,更不行。 丁天山勃然大怒,主着的金色脚掌闪电四射,真的是贴在军天的面孔上,即将粉碎他的身躯,打成废路上的一片截灰。 任由天山雷鸣,任由天崩地裂,军天面色如常,窥然不动,始终一瞬不瞬盯着丁天道,说不出的绝世风采。 哈哈哈哈,张大炮仰头大笑,一身铜皮铁骨流淌恐怖光辉,是地风采绝伦,当真不是纸老虎, 未来祖山有他在,定可以兴盛。 丁天山面色阴冷,像是被打了一耳光,竟然镇不住一个小背。 他抖了抖衣袖扔出去一片资源,以及邀请韩,韩生道,记住你的话,风云榜争霸站上,老风会让你认清楚现实。 丁天山已经将黄天雷升为亲传弟子,临终前会全力栽培天雷体成长,从而继承他的一波。 少了,军天淡淡道,祖山没有密斧道工,这项奖励不存在。 丁天山说道,在军天的考核奖励中,已进入天侠圣炉修行最为珍贵。 不过唯有接触入道领域才有资格前往,在丁天山看来军天毕生无望。 你不会去搬来一座密斧道工,军天缓缓闭上了眼睛,继续感受祖山之变。 好一个后生,丁天山怒极狂笑,浑身闪现出极致可怕的闪电,贯穿天上地下,可怕无比。 哪个老不死的在这里大笑,吵了老子的美梦。 破旧道工里面,传来无比暴躁的骂声,狗东西犬叫什么? 马上给老子滚下山,否则我大耳光冲你。 丁天山的老脸非常的猙獰,体内雷霆万军欲要爆发淹没道工,然而想到张远山是本门副动主,他只能含着脸离去。 简而易见,目前天侠洞天内部还不清楚张远山已经失去了副动主身份。 军天静坐在山巅,感悟祖山奥妙无穷的变化。 时间一天接着一天过去,天侠洞天热闹绝伦,各大势力强者齐聚,军部都来了一群大佬,送来了数不清的贺礼。 这场盛会浩瀚无比,天侠圣子已经是十大战王之兽,不管他是如何斩杀的王兽,但是他实实在在做到了。 王兽宴都召开了,张大炮遥望云霞如海的宴会厅,丁阳荣就是丁阳荣,这若是换作关天欲侧风战王,岂能闹腾出如此风暴。 召开一场王兽宴,花费的代价不会低于百万精灵胎食。 管他们呢,我们也有王兽吃,已经半个月过去,老六胖了一大圈,白花花的身躯肥肉如浪潮,波涛汹涌。 他满嘴流油,王兽宝肉蕴含的精华药力无与伦比,他已经为列顶尖龙象,目前更为福山的重点培养目标。 福山专门栽培福禄大师,老六已经开始接触大道饱符。 空,象龙睽萎的身躯如同蛮荒巨人,体内血脉轰鸣,几倍爆发出龙银,充满了龙玉的蛮荒波动,像是沉睡的龙腰在觉醒。 变态,张大炮做出了评价,象龙的潜能无比惊人,再加上有蛟龙宝穴帮助他恢复的繁足血脉,时时刻刻流淌出神秘物质,滋补象龙的肉渴。 张大炮做出惊人的推测,象龙比他当年还要凶狂一劫,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。 痴孙您怎么来了?无声无息间,张远山出现在这里,眼睛扫视着象龙,脸色凝重。 满腰筋,满神之血,好好好好好。张远山情绪激动,猛地抬起大手,抓走了象龙。 半日后,一则消息传遍天霞洞天,象龙成为了墨泰山的关门大弟子。 好啊,我说满世界找不到你们,你们竟然躲在这里偷吃偷喝,气死我了。 沐心气的张牙舞爪,指着他们说落,本小姐帮你们藏着掖着,有好吃的竟然都不叫上我,我生气了,我要去揭发,我要去告密。 今天都快受成皮包骨了,每天都在渴血,生命精气亏损严重,不得不冒险顿主蛟龙饱肉,恢复损耗。 你现在可是大名人,一群师兄围着讨好你,哪里还需要我们? 老六榜大腰粗,活生生的大肉山,现在的沐心已经登上了美人榜,天霞洞天追求他的弟子都数不清。 那是,也不看看本小姐是谁,沐心非常自恋,她青春靓丽,修长得身躯厄罗多姿,脸上堆满了冷酷傲娇。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,今天满腹无语,胖,本小姐哪里胖了? 沐心拉下脸,她腹若凝脂,雪白的机体光辉闪烁,颜蓉精致如玉,短发如云在飘扬,很有自信。 师妹,她在夸你,老炮提醒,闻言,沐心正了正,旋即想到了什么,她的性质大大咧咧的,很是直爽,双手抱胸哼道,不用刻意点破,知道就行。 眼见为时,大胖子连忙凑了过来,啊,接着她惨叫,眼眶子被粉拳打成熊猫眼,又像是大皮球一样,被沐心一脚踹下山。 沐心拍了拍玉手,得意洋洋,典型的小辣椒。 军天惊恶,沐心到底是什么修为,似乎她的伤势还没有养好,不过想到银色长枪,军天不意外了,别看她不险山露水的,其实有些深不可测。 夜间,军天盘坐在道观中,浑身精气滚滚,王寿宝肉的滋补功效极强,很快恢复到鼎盛状态,继续观望祖山。 助力在黑夜中的祖山,浩瀚无穷,如同沉睡远古苍蒙,而军天渺小如同乙虫,每一次观望都要承受可怕的威压。 她还在渴雪,时刻遭遇生命威压的摧残,特别有时候肉身迎来毁灭,随时都会炸成一片结灰。 师尊,我怎么觉得失地的状态越来越危险了?张大炮心惊肉跳,接连重创复苏,无时无刻都在经历死亡风险。 肉苗经历最强暴风雨摧残,才能成长为参天巨树。 张远山淡淡回应,祖山等于一个巨大的试炼场,看得越深精瘦的磨炼就越强,唯有真正合格的一天,才能扣开最强的生命路。 在这个清晨,军天的双目大征,她觉得祖山似乎复活了,电火时光坚决醒,如同化作吞天的古兽。 这是什么力量,军天看到了祖山的伟岸,缓慢的吐纳间,漫天的大星都要坠落,天上的太阳都要被吞走,一切都要沦为祖山的养料。 空某,似乎深渊吞星空,祖山沉淀着厚重的历史沧桑,似乎经历千百年岁月洗礼的巨人,又如同在指引宇宙众生生命起源的灯塔。 虽然很快她平静了,但是军天有了重大收获。 军天盘坐了九天九夜,就在这个深夜,大雨滂沱,电闪雷鸣,盘坐在山边的影子,恍然间于祖山河为一体。 军天的身躯蒸腾着璀璨光辉,仿若生命起源的种子在炽热发光,储藏到万物精华汹涌,简直形成了黄金胜利在咆哮。 多,军天睁开了雪亮的瞳孔,身躯爆发出万物光辉,进而形成万物海眼,一呼一息间,夺天地造化。 咔嚓,她证断了最可怕的枷锁,事实上这一道枷锁是不存在的,耿同于打破了天地的束缚,撕裂了一切的阻碍,展开第十次脱胎幻补。 翁,与此同时,古老的道观中,飞出来一道圣宝本源,刹那间贯穿到军天的肉身中。 空谋,空然之间,祖山被一层恐怖光目笼罩住,一只枯老的大手从天而降,抓向军天的身躯,伴随着冷漠的话语,借圣宝本源一用,远山施伯尼可千万不要阻挡,不然就要提前作画,尘归尘,土归土。 第二百二十三章圣姿,军天盘坐在暴雨世界中,身躯朦胧着七色霞光,仿若盘坐在浩瀚的云海中,在被圣宝精华滋补。 这是世人难以想象的造化,圣宝本源蕴含着无量神能,漂流着大道残片,具备夺天地造化的功效。 石变何等艰难,虽然军天看穿了一切,打破了枷锁,但是想要极致蜕变,定然需要可怕的物质滋补成长,才能破开极尽关卡。 当然,张远山自然看得更远,这是一次最为离谱的重塑生命,以圣耀精华辅佐是最佳的,圣宝精华可以代替。 轰猛,军天突破的关键时刻,苍老的大手从天而降,指尖交织着闪电,欲要撕开军天的身躯,将圣宝本源夺走。 石变,张大炮脸色惊变,身躯轰猛一下子站起来,气势巨变,如同矗立在天地间的怒目金刚,胸膛暴涌出沙翼,充满了一股舌我骑谁的霸气。 数辞而敢,张大炮如同变了一个人,吼声如雷,全硬无匹,冲上去挡住了苍老的大手,满腔木雪都在激荡,沙翼如海在。 石变,圣宝精华已经启用,万不可分心,火速冲关。 张大炮姿态狂野,冷烈的瞳孔扫向四面八荒,恨不得将天给撕开,将狂风暴雨给击沉,杀掉一切阻碍。 咚咚咚,脚步声传来,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从天而降,勾搂着身躯,拄着金色拐杖,眼神写满了残冷。 企图,你要足我的路吗?丁天山虽然老迈,但是站立无荣置疑,体内呼啸出翻天神能,铺天盖地,笼罩了整座祖山。 与此同时,祖山被一层光幕遮蔽住,这里就算是打到翻天都不会传出任何风波。 张大炮面容冷漠,身躯爆发出光芒遮蔽军天,扛着莫大的神威,冷烈道,老匹夫,你大逆不道,胆敢在祖山强杀弟子,夺取造化,罪不可赦。 企图,你好大的胆子,竟敢教训起为师来了。丁天山阴冷一笑,也罢,让师孙来指点指点你修行,看看这些黏在废路上,有没有一丝的长进。 空,丁天山的大手挥动,蒸腾着粗大的闪电之光,闪电声浓浓作响,爆发的攻击力汹涌了一大截。 金刚护体,张大炮仰天大吼,古铜色的身躯赤胜,一座巨大的金钟笼罩他的身形,震荡出金色波纹,撞落红涛在汹涌。 金刚护体,又是一声大吼,张大炮姿态狂野,闪耀出万众道痕,刺激的金色大钟顶天立地,阻截一切杀法。 咦,没想到你入道了,丁天山惊讶,挥动的大手弥漫出神通圣法光泽,这一击威力绝伦,震裂了涌动而来的波纹,掌印暗在金色大钟上,让其颤鸣。 金刚护体,张大炮强忍着毁灭镇压,释放肉身精华贯穿金钟,能看出他信念超绝,纵然是废掉了,也有殊死一搏的勇气。 他的肉身燃烧,毛孔流血,简直在献祭生命。 可奈何,丁天山的大手简直形成了紫色雷海,震得金钟崩出大裂痕,轰得张大炮身躯乱颤,横飞向远方。 张大炮身躯破裂,布满了大道伤痕,砸在雨水中,痛苦得都快要死掉,但却始终一声不吭,眼神充满了可怕的杀意。 老匹夫,张大炮挣扎着要爬起来,但是一次接着一次栽倒在泥水中,肉身流血,布满了大道伤痕,惨烈得不忍之事。 原来是残缺的入道,受了大道伤竟然还能支撑几十年。 丁天山有些心惊,大道伤何等残酷,每一天都如同被千刀万剐,痛不欲生,可是张大炮竟然撑了几十年。 这些年真的是苦了你了,为师提前送你上路。 丁天山屈指一点,要击毙张大炮,你这是当我不存在,张远山迈步走来,远山师伯,你已经老了。 丁天山停了下来,摇头道,现在已经不是你的时代,圣宝金华落在一个废物身上,实在是暴殲天物,今日你如果胆敢阻挡我,我就涂掉祖山一脉。 他很清楚夺走圣宝本源的事情一旦暴露,他活不了,不过丁天山清楚自己寿缘不多,将张远山拼死也不枉此生了。 看着依旧迈步而来的挥发老者,丁天山冷笑道,你以为我在说笑吗?你以为我不敢杀你,你以为你还是雄关的护道者吗? 轰猛,丁天山的气息纵人之间攀登到极限状态,快枯竭的灵胎翻腾粗大的闪电光泽,堪比山岳般壮阔,伟丽无边。 震杀,丁天山冷喝,双掌抱涌出一条接着一条粗大的闪电,贯穿天地,淹没了张远山。 张远山嫌停嫌不而来,肉壳坚硬如同剩料,无坚不摧,道痕无法磨灭,神通亦是无法磨灭。 怎么可能,丁天山面容惊变,他刚才打出的可是一门准神通。 丁天山猛地挥动金色拐杖打出一片璀璨神光,但是张远山的机体不朽不灭,就连发丝都如同神铁,反震出一片火星。 你的肉身竟然可以承受重宝攻击,丁天山差点吓尿,制动拐杖砸向张远山,继而掉头风跑离去。 空,张远山屈指一弹,激烈了金色拐杖,很难想象他的肉身有多强,简直就是沉睡的蛮天龙。 与此同时,他大袖一甩,翻腾出一片神光,化作千万神烈束缚了丁天山。 怎么会这样,丁天山恐惧,身躯如同被完全大山镇压住,进而被张远山抓在手中。 张远山始终很平静,只肩射出剑痕,撕开了丁天山的小腹,肩射鲜血。 他摇了摇丁天山的残躯,小腹内的灵胎流淌出浓郁的生命精华,流淌到张大炮的残躯内。 啊,师伯不要,不要啊,弟子知错了。 到家灵胎神能外泻,每一个呼吸过去,丁天山的寿源都在流失,机体都在衰老,他无比的恐惧,发出撕心裂肺的咆哮声,不要啊师伯,饶了我吧,我再也不敢了。 郭躁,张远山皱眉,一巴掌将丁天山的脑袋拍碎,同时他大袖一甩阵伞笼罩祖山的法阵。 不好,快走,躲藏在乌云中的数位老怪物脸色大变,试图想要逃走却深感绝望,一脚衣袖已经飞了上来,恐怖如同宇宙大黑洞,翻江倒海,无所不能。 这些虚空化剑道,与观天狱施展的完全不同,对于张远山来说,山川草木都可围到,一缕发丝都能演绎出神通之威。 一脚衣袖喷土剑芒,斩掠三位老怪物的身躯,爆裂成一片血雾,连同神魂被撕成碎片,飘散在天地间。 暴雨倾盆的世界中,张远山宛若神魔矗立在祖山,俯视四方,气血如海,恐怖绝伦。 张大炮颤抖着爬起来,迎着狂风暴雨,冲向丁天山衰败的肉身,一头将其撞碎在虚空中。 啊,灭图,丁天山发出悲惨无比的吼声,他活不了了,结局凄惨无比,被曾经逐出门下的弟子撞碎成血雾。 哦,冲天盘坐在圣宝精华汇聚的圣炉之内,短暂时间他与圣炉合一,简直成为了大道圣宝的化身。 张远山脸色凝重,屈指一点将这批区域覆盖住,冲天突破的动静太大了,圣炉在燃烧,吞吸洞天的生命精华,反普肉身。 事实上,这不是脱胎换骨,而是生命在极致演变,冲天觉得自身宏伟如天,每一个呼吸都如同长径吸水,夺万物造化重塑生命。 特别是,冲天与祖山短暂合一,简直化作了远古的大能,将十大传承山沉淀的精华都夺了过来。 祖山再加上圣宝精华,冲天打破一切枷锁与阻碍,突破过程无比的顺利,即便肉身命轮都壮大一劫。 我靠,张大炮的伤势迎来好转,他被冲天背后呈现的异象给吓住了,已经浮现出二十头模糊的黄金巨龙。 昂昂昂,如同万龙出海,冲天生机绝顶,背后的异象再一次迎来了暴涨,刹那间暴涨成为二十四条巨龙异象。 二十四诸天,张远上开怀大笑,二十四条模糊的巨龙笼罩着冲天,将其衬托得犹如绝世天王。 二十四诸天形成了模糊的预场空间,交织出独特的法阵在运行,震荡出恐怖的生命威压。 张大炮激动无比,极限中的极限,二十四诸天一旦呈现而出,什么十二天刚。 如同破纸被强势撕裂,这就是祖上路的强大,冲天已经攀登到了传奇领域。 空谋,等待一切突破完毕,冲天的身影蒸腾出模糊的圣威,像是沉睡的小圣人在祖山觉醒。 龙山上,江凌雪从古洞府中走出,狐疑的眼神扫向祖山那片区域,隐隐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威压。 在青山的半山腰,木星的大眼睛灿烂生辉,雪白的机体在黑夜中闪闪发光,他一神一鬼地扫尸祖山区域。 在这个暴雨倾盆的夜晚,一亮巨型站周始向天霞动天,里面走出一大一小两道身影,踏向动天扶地中。 其中一位白衣,白鞋的少年,有种无比独特的空灵气质,身躯被雪白的雾气遮蔽住,像是行走在人世间的折仙。 他突然间停下来脚步,望向祖山这片区域,眉头微皱。 怎么了,领头的不依老者诧异,从这里能看出他们的来历极大,天霞动天三位副动主亲自迎接,更有圣子陪同在左右。 没什么,白衣少年微微摇头,应该是感觉错了,这普天之下,没有任何人可以对他产生威胁,即便是天龙命轮或者是星月命轮,都要靠边站。 空,又是一辆巨型战舟驶向洞天幅地外,使几位强者陆陆续续走出来,神威浩荡,宛若一片璀璨的星辰,无比的耀眼。 在队伍最后方,一位穿着狭衣,竖着马尾,亭亭玉立的小姑娘好奇观望天霞动天。 她的大眼睛清澈无瑕,蕴含着灵性,观日月星辰,观草木山川,对于任何事物都好奇,但是总有种忧郁的气质,与她的年纪不相符。 这时间,她那一双比婴儿还要纯净的漂亮眼眸,闪烁出奇异的光泽,刹那间看穿了祖山的封印,追寻到源头方向。 第224章 芸汐到来,芸汐漂亮可爱,她皱了皱穹鼻,对着挡住她视线的灰袍老头挥了灰拳头。 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山门,虽然身边的长老禁止她离开左右,但芸汐的眼神时刻荡漾出一彩,可以洞悉到世间万物。 她对什么都好奇,清澈无瑕的眼睛乌溜溜转悠,虽然看起来有些忧郁,但是古怪精灵,充满心灵波动。 这眼神,张远山一脸深沉,远远循是侠义飘舞的小姑娘,对于她的童树感到心惊。 一个大时代要来了吗?张远山低语,白衣少年,侠义小姑娘,前置无与伦比,未来注定要走上通天大道。 军天突破完毕,身躯填满了与众不同的能量,举手台族坚流淌出无尽神力,都形成黄金神火燃烧在体外。 军天已经洞悉到龙巷之门,不过以她的底蕴想要冲关并不容易。 多谢前辈大恩,军天站起来参拜行大礼,这份恩情太大了,一道圣宝本源,成全她的十变之躯。 云天,我能帮到的就这么多了,破关龙巷是愉悦龙门,切记准备完全展开突破,否则失败了损失会很大。 张远山提醒,军天现在已经迈出最重要的关卡,未来有很大的希望无缺入道,或许更可以塑造出无缺的肉身天胎。 说不定还有渺茫的希望,塑造出传说中的肉身圣胎。 事实上,军天有金阳镜的房品,镇元果应该在里面,只要他能在拍卖会上竞拍到太阳神火,就可以打开宝藏,顺利完成破关。 看了眼满身大道商的张大炮,军天没有犹豫,将启元经文默写下来,交给张远山和张大炮观摩。 这是,启元经,张远山苍老的大手猛颤,惊骇到,启元经,万物启元之经文,没想到这篇经文真的还存在。 您了解过启元经,军天经义,启元经,号称是祖上路的母经,最为原始与古老,相传祖上时代的一切强大经文,都是从启元经中演变出来的。 张远山惊叹一生,天地母经,万经之首,启元经的可怕在于,它包罗万象,蕴含一切启元奥妙,以此经入门者,未来等待强大起来,就可以从启元经中演变出属于自己的经文。 张远山掌握一篇古老的祖上经文,但是他认为祖上路需要依靠自身去摸索,修行别人的经文局限性太大了。 现在有了这篇至高的指引经文,张远山如获至宝,笑得何不拢嘴,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,祖上路的转折点要来了吗? 张大炮兴奋无比,张远山研究祖上路数千年了,如果他有所收获,说不定可以梳理出一条无缺的路。 军天犹豫了一会,咧嘴一笑,长老,晚辈有个不情之请。 张远山瞪了他一眼,说道,有屁就放。 军天打开星辰宝塔,一对银色巨翅横盾在大地上,布满了繁傲的道痕,像是两口天剑,带给人之命的威胁。 巨翅龙,张大炮吓了一跳,震惊道,我说师弟,这东西你是怎么搞到的? 完整的巨翅龙翅膀啊,放在拍卖会上的天价。 路上捡来的,军天笑了笑,等闲的练宝师还没有资格将此物锤炼成宝物,如果张远山愿意出手结果就完全不同了。 这材料不错,可以制作成飞行语意,张远山捋了吕胡须,旋即神秘一笑,我给墨泰山找了一个关门大弟子,他的虚空道横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。 纪练此等规模的重宝式苦差式,特别将巨翅龙翅膀的潜能全面挖掘出来,以墨泰山的虚空大道才是最佳人选。 多谢前辈,只是,军天欲言又止,还有什么事,快说,张远山催促,军天硬着头皮,取出来一根完整的蛟龙巾。 张远山都猛逼了,这条蛟龙巾胸威阵势,如同可以制作而成功弦,可想而知恐怖程度,绝对可以射杀大人物。 虽然说每一样重宝都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成型,不过王寿材料本身就蕴含强大的毁灭之源,只要加以改造就是超级杀气。 你磨磨蹭蹭的,难道还有其他的王寿材料? 张远山皱眉,当看到军天又取出来一对蛟龙鸡脚,张远山无言以对。 张大炮的眼珠子差点瞪了出来,吃惊到,我说师弟,你这也太吓人了,你是不是和圣子一样,碰到了苟延残喘的王寿? 蛟龙身上的两样宝物,其实都是像龙的,军天回应,师兄,王寿师还不能泄露出去,否认有些人会急眼。 张大炮顿时明白了,脸色阴晴不定,天侠圣子真的是胆大包天,凤王都敢动歪心思,就不怕传出去死无葬身之地吗? 张远山懒得去管这些肮脏事,说道,需要三五个月的时间,慢慢等吧。 暴风雨渐渐平静,军天站在夜色中,拳头缓缓紧握,蓝蓝自语,龙巷,入道,快了,很快了,破龙巷,填满潜能抵运,凶万道体,物万物道,强者之路距离军天越来越接近了。 同样,威胁也越来越接近,军天已经有强烈的紧迫感,他必须赶在身份暴露之前,具备自保手段。 道观中,张大炮翻阅起原经,看得如痴如醉,他的悟性本就极高,更是罕见的金刚体,此等体质修行到极致,堪比神铁重宝,强大绝伦。 空梦,张大炮口颂起原经,梳理自身的路,满身大道伤痕在发光,有些残缺的道痕拼接在一起。 简而易见,他伤势好转,道伤欲和部分,身躯透出的气血强盛一大截,堪称顶尖入道集盘坐在天地间。 张大炮的眼睛有些湿润,折磨他几十年的伤痛减弱一大半,他低吼发出狂笑声,或许未来真的可以走通。 咚咚咚,陡然之间,一阵接着一阵钟铭声荡漾而来,军天从沉寂中醒来,这才发现都快中午了。 超级拍卖会开启了,军天火速下山,赶往方氏区,方氏区相当隐蔽,是独立的内洞天,外界的人想要来这里交易需要通过虚空重动。 这片小世界繁华昌盛,东玉各大顶尖商盟在这里皆有商铺,神舟阁的地盘不用说了,依旧霸占一片中心街区。 军天穿着一身宽大黑袍,躲避一些弟子视线,依靠神舟阁的贵宾令牌顺利入内。 这位前辈,贵宾室内,接待他的老者心惊肉跳,这是神舟阁规格极高的令牌,仅次于洞天之主了。 顶层狠人,当他通过检测令牌信息,脸色顿时一变,这可是一位难缠的主,曾经在北极城挖出来虚空重原液,从而名传天下。 不过关于顶层狠人的传说很少,自从上一次拍卖大会结束,他如同人间蒸发了,没想到现在出现在这片小世界。 安排包房,军天说道,老者犹豫了一下,便是映着头皮道,这位前辈,这次拍卖会规格与以往不同,最顶层的包厢都是洞天之主的。 您,军天一脸淡莫抖了抖衣袖,成片的王寿材料堆满接待式,这让老者甘胆欲裂,这主到底是什么来头。 搅手一挥,三样王寿材料,什么洞天之主专属,就算是最弱小的王寿,也有资格称之为洞天之主级。 老者满头的冷汗,拆声道,您自然还是在最顶层,自然是我们神舟阁最尊贵的客人。 很快,他收走贵宾室内的王寿材料,旋即打开里面的小型传送阵,将军天接引到一号包厢。 这预示着,军天已经成为神舟阁的超级大客户。 三样王寿材料,最起码是几百精灵胎食的恐怖天价,如果军天将蛟龙金这三样材料取出来,价值更为离谱。 神舟阁是做生意的,超级客户比洞天之主都要尊贵,享受的服务待遇更是最好的。 此时此刻,天侠圣子恼怒无比,他亲自降临神舟阁的超级拍卖会,以冠君王的身份,不应该安排顶层包厢吗? 只不过当神舟阁的强者说,顶层十个包厢已经满园了,这让天侠圣子有些牙火,就算是他在墙大也压不住动天之主。 顶层十大包厢臣服在虚空中,交织着璀璨的大道法则秩序,隐约透发着恐怖威压。 今天坐在里面,俯视偌大的拍卖会场,隐约可以体会到周围虚空洞府之内,对影若现的无上波动。 今天深感惊讶,久未洞天之主大驾光临,这场超级拍卖会莫非有仙真至宝。 伍痴,惊呼声传来,数不清的目光齐刷刷扫是进门的高大男子,有些军部的强者脸色一冷,没想到他会来凑热闹。 伍痴面孔粗狂,孔无有力,乱发如铺,与往常相比他没有什么变化。 苏长青也来了,这两位颇具霸王性情的男子,无论走在哪里都引人瞩目。 这个贱人,当留意到跟着伍痴和苏长青前来的徐庆,银彩蝶的脸色刷得一下子难看下来。 银家几位强者脸色阴沉,徐庆前几日入道,银盛号派人送的礼全部都被退回来了,这届时闹腾出不晓的风波。 银家觉得很没面子,毕竟是战王家族,再加上银盛号天赋绝顶,若非徐庆成为兵老的弟子,根本高攀不起。 兵老对此没有多说什么,他不会逼着徐庆和银盛号走在一起。 那女子就是兵老新收的弟子,拍卖会中一些老怪物在交流,自从兵老的后代走上祖上路废掉,各大强者的后代都争抢着想要成为兵老的弟子。 让人生感意外的是,他会挑选一位天赋算不上太强的徐庆。 这女娃娃或许有什么特殊之处,兵老贵为东神州最强的神医,相传想要继承她的一波,必须是万捕难遇的生命体。 有人出言,这等体质了解者少之甚少,据说入道后才能彻底体现出来,而这种体质不存在强大战力,仅仅蕴含起死回生的独特功效。 徐庆忧心忡忡,他来此为父亲购买一样宝物,希望可以顺利吧。 第225章天胎业,咚咚咚,三生终生,预示着拍卖大会开启。 慈婷轩站立在虚空时台上,拍卖会的开场戏有些触目惊心了,100滴天胎业,每一组拍卖十滴。 竟然有天胎业,很多人都大吃一惊,此物比天胎都还要珍贵,因为天胎业可以沉淀而成天胎石。 当然要等待天胎业进化为天胎石,动辄都需要数万年的时间沉淀,这是无比漫长的岁月,一代接着一代动天之主都等不起。 天胎业可以帮助入道及塑造道家灵胎,据说成功率能有五六成,特别相传灵胎镜的强者能以天胎业可以进化品质。 不过价格让穷困的大人物都瞠目结舌,起拍价格已经是5万斤灵胎石了。 第一组的价格节节攀登,一路飙升到10万斤大关。 11万斤,徐沁站起来较价,他来这里就是为了给父亲购买十滴天胎业,希望能顺利塑造出道家灵胎。 因为上一次赌盘胜出,徐沁现在身价也颇为丰厚,拿下一组并不难。 12万斤,因彩蝶冷漠的话语传来,他清楚徐沁的事情,更加不可能让他得逞了。 几位银家长老皱眉,想说什么终究沉默了,年轻一代的争斗兵老应该不会多说什么。 价格一路攀登,无论徐沁喊出什么样的价格,银彩蝶始终紧跟其后。 苏长青脸色有些冷,夺天胎业的可不仅仅只有他们,现在银彩蝶接连跳出来搅局,想要拿下一组有些难了。 他已经购买了三组,这个女人有毛病吗? 徐沁非常恼火,他有三次机会竟拍下来,不过全部都被银彩蝶给截胡了。 拍卖会的气氛有些古怪,能喊出十几万精灵胎时难免引人瞩目,对于这两位女子的明争暗斗都生感奇怪。 有些了解内情的不由得失效,银盛好没有抱得美人归,银家能高兴才怪,不过在拍卖会上反击实在是不理性。 十六万精灵胎时,第七组近拍,银彩蝶冷眼扫视徐沁,脸上带着野鱼的笑容,小门小户的能拿出多少资源。 十六万精第一次,慈婷轩挥动小锤子,大声道,十六万精第二次。 成交,仅剩下三组了,如果再不跟,可就没机会了,呵呵,银彩蝶忍不住传音过来,故意恶心徐沁,不想让他好过。 蠢货,徐沁忍不住骂了声,再好的脾气也气得脸色战红。 武痴和苏长青皱眉,堂堂战王后代,怎么是这个德行。 慈婷轩的话语刚刚落下,一句苍老的话语袭来,十万精灵胎食。 有些人望向顶层区域,当留意到话语是从一号包厢传来的,整片会场顿时死记沉沉。 丁天道惊讶,他很好奇,在天霞洞天的地盘上,究竟是谁排在自己前头。 虽然洞天之主不会计较这些,但都忍不住好奇里面坐着的这位,莫非是活了漫长岁月的老古董。 拍卖会有些沉寂,一些想要跟着近拍的人都在沉默了。 将打出头鸟,谁都不想第一个站出来搅局,搏了一号的面子。 慈婷轩的小腿肚子转筋,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上,他永远都忘不了顶层狠人的声音,这个祸害怎么跑到这里来了。 7日因为虚空重原夜的事情,神州阁名声受损,一群健保大师都被责罚了,即便是他都被牵连了。 但是思廷轩没有想到的是,北极的狠人现在坐在了丁天道的头上。 十万斤第一次,思廷轩有些急眼的是,一群窝囊肺,怎么不跟啊,怕他干啥,干死他,加价啊。 十万斤第二次,瞿沁尘不住气了了,缓缓站出来,到十一万精灵开始。 十,白痴女人,拍卖会骚乱一片,因彩蝶差点笑出声,他真以为攀上了冰老这棵大树,就能在东神周横着走不成。 思廷轩本以为顶层狠人,直接喊出二十万斤的天价。 只不过他猛逼的是,狠人竟然沉默了。 许多人都惊恶,顶层巨头拿不出几十万精灵胎食。 有人犯嘀咕,难道里面坐着的是某位快入土的活化石,精神出现了问题。 银彩蝶冷笑着站出来,到十二万精灵胎食。 十三万精灵胎食,顶层狠人果断出手,压得银彩蝶硬生生坐在椅子上。 拍卖会的气氛变得无比怪异,什么情况,刚才不叫价,现在跳出来加价到底什么意思。 徐庆迟疑了一下,继续说道,十四万精灵胎食,许多人条件反射望向一号方向。 然而他们一脸猛逼的是,顶层狠人沉默了。 银家数位长老心头咯噔一下,脸色有些阴晴不定,难道刚才一号再刻意针对银彩蝶? 怎么会这样,银彩蝶的内心翻腾出恐慌,俏脸煞白一片,虽然他一向目中无人,但是动天之主是何等强者。 十四万精第二次,斯廷轩缓缓挥动小锤子,银彩叠压着恐惧,有些控制不住想要站起来,继续试探一下。 然而银家数位连忙将他的话头拦住,这事情堵不起,银家也惹不起动天之主。 成交,一场惊心动魄的拍卖落幕,是人生感震惊,如此刻意相帮,态度不要太明确。 好了,新一轮的竞拍,会场短暂沉默接连传来叫驾声,银家一位长老忍不住试探,十四万精灵胎时。 十五万精灵胎时,一号巨头冷酷喊价,会场里许多吃瓜群众都瞪大眼珠子,这也太明显了吧。 银家来的三位长老怒怒言争,耻辱啊,简直是奇耻大辱。 但是他们什么都不敢说,只能咬牙忍着,内心也想不明白,银家什么时候招惹到一位恐怖巨头。 还请贵行把天胎业送给徐沁小姐,一号巨头苍老的话语传遍弱大的全场,二十滴天胎业,徐英破关板上钉钉了。 这家伙,徐沁短暂时间就想明白了,这让苏长青满腹无语,道,我说声音有些耳熟,顶层狠人竟然爬到了丁天道的脖子上,什么人。 武痴有些诧异,骄龙宝穴,苏长青咚囊了一声,这让武痴的面皮都狠狠一抽,如果这里的修士知道一号是一位天人,丁天道或许会脸绿。 银彩蝶的脸上火辣辣的疼痛,刚才他接连嘲笑徐沁,结果反手一耳光打的他欲体颤立。 或许这位强者和兵老有什么交情,有银家强者做出推测,顿时怒斥银彩蝶,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,在拍卖会丢人现眼,给我跪下。 银彩蝶扑通跪在地上,瑟瑟发抖,几位长老怒发冲冠,觉得寻常都把银彩蝶给惯坏了,当才差点惹来一场大祸。 似乎一场闹剧结束,第二环节,成片的秘古宝书登场,秘术,经文,各式各样的宝典,天洁秘术都扔出来竞拍。 动天之主的悟道手术,老一辈的都惊骇大叫,上千年的悟道都刻露在里面,更有突破动天之主领域的感悟。 动天扶地的强者都坐不住,军阀更是眼红无比,价格一路节节攀登,突破了50万大关。 55万灵胎时,孔玄强势出手拿下,他是通天境领域的极限强者,已经在接触动天之主领域了,这本手书对他无比重要。 准神通,压轴之物更是引爆全场,像是于天侠动天这类霸主势力,准神通顶贴了一二十本,任何一门准神通都能成为军法的镇足密法。 今天感叹,从这里可以看出成为动天扶地弟子的好处,传承弟子可以接触神通圣法,位列风云榜第一,也可以接触到真正的神通。 至于准神通,任何核心弟子都有资格接触,130万灵胎时,我出170万灵胎时,价格很快攀登到天文树木,最终的成交价格让人叹为观止,事实上任何一门准神通,唯有动天之主才有资格编写。 其真意宝环节近拍胎时,这时间,斯廷轩取出的兽皮卷轴让人瞩目,卷轴上的文字繁傲古朴,一些活了几千岁的老怪物都没有看出端倪。 祖上时代的文字,有人在低语,漫长岁月都未曾腐朽可见才智惊人,起拍价格是3万精灵胎时。 有些老学者对于祖上历史感兴趣,陆陆续续展开近拍,不过交价的并不多。 六万精灵胎时,张大炮坐不住了,想要通过卷轴对祖上时代有所了解。 斯廷轩原本以为可以一锤定音了,但是没想到顶层3号包厢传出淡淡的话语,七万精灵胎时。 白衣少年静坐在里面,身躯朦胧着雾气,他空灵若先,虽然还不是入道集,但是体内隐约传递出古老的宋经音,疑似仙人盘坐在体内讲道。 七万精灵胎时,张大炮紧跟着家驾,八万精灵胎时,白衣少年依旧平静出眼,张大炮痴疑一下,连忙到,九万精灵胎,怎么,天霞洞天还在研究组上路。 白衣少年的眼底闪出一缕紫霞,洞悉了包厢法阵,扫了眼张大炮,感受到生命起源波动。 整片会场沉寂下来,这里毕竟是天霞洞天的地盘,当年的痛与恨谁还敢轻易提起。 张大炮的脸色微沉,拍卖会的竞争一切都要靠财力说话,现在这位少年当众说出这种话贬低自己到底几个意思。 十万精灵胎时,此物我要了,白衣少年的话语始终平静, 但能听出这句话蕴含的信号,无形中透着无容置疑的命令。 张大炮脸色铁青,什么叫你要了? 他刚要站出来喊架,天霞圣子淡笑的话语传来, 没想到陈仙道友对祖上点击感兴趣,对于文字也有所涉猎,十万精灵胎时我帮你付了。 张大炮僵硬在原地,狗日的简陋王妻人太甚。 本门弟子都被欺辱到头上了,天霞圣子竟然说出这种话,还要为陈仙买单,这算什么圣子大师兄。 小事而已,不过粗懂一些祖上文字,劳烦天霞圣子了。 陈仙淡淡回应,觉得有人付账是理所应当的。 斯廷轩,你把点击送到我这里来,我亲自为陈仙道兄送过去。 丁嘉丽走出包厢,他笑容妩媚,长裙飘动,性感与妖娆。 很多人的脸色不正常,陈仙到底什么来历? 哦哦,斯廷轩总觉得有些不对劲,刚要点头的时刻,顶层很人冷漠的话语传来,拍卖会没有规矩了。 斯廷轩猛的一机灵,他电火时光间挥动小锤子,十万精灵开时第一次,十一万精灵开时。 顶层很人淡淡开口,此物老夫也想要,不知道天霞圣子能不能送给我。 文言,天霞圣子瞬间石化在原地,但他的反应也很快,有些尴尬道,前辈如若感兴趣,自然没有任何问题。 十五万精灵开时,陈仙淡淡的话语传来,二十万精灵开时, 顶层很人冷漠加价,成片会场都炸锅了,二十万精灵开时啊,难道兽皮卷轴上刻路着了不得的绝学不成。 三十万精灵开时,陈仙的话语不再平静,隐隐有着一抹怒意,喊出一个天价,狂加了十万斤。 斯廷轩的嘴角差点裂到耳根子上,斗起来了,可算是斗起来了。 徐沁心跳加速,难道上面记载着组上的至高传承? 苏长青脸色凝重,这个叫陈仙的家价太狠了,完全是势在必得。 某个云雾缭绕的包厢,一位狭义小姑娘嘟囔了一声,听不清她在刀咕些什么。 那本书上的内容都是景象描写,和小哥传授给她的起源今没有可比性。 只不过全场诡异的是,顶层狠人,沉默了。 斯廷轩愣了愣,狠人怎么能停? 家价啊,干死她,快家价翻倍,教她做人。 横空跑出来插一脚,没意思,陈仙摇了摇头,谁都能听出她才讽刺一号巨头。 这话老夫就不乐意听了,顶层狠人岂能是你捏的,也欲一笑,年轻人你的道行还不够。 这本古书上面记载的,不过是祖上时代的景物书刊。 当然有部分粗浅的修行法门,你回去慢慢研究,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来请教老夫。 第226章仙人栋,拍卖会长死记一片,30万精灵胎食购买的祖上宝书,仅仅只有些粗糙的修行法门。 没有人胆敢质疑,这等存在大庭广众下说出来,定然看透了一切。 天侠圣子沉默坐下来,饮了杯茶,数不清的人感到匪夷所思,一号与三号激烈交锋,结果就是这个结果。 这也太打脸了,张大炮擦了把冷汗,刚才他差一点就倾家荡产买一个废品回家。 今天掌握的祖上文字并不多,但是他已起源今短时间就完成了破译,否则刚才不需要张大炮出手,直接将其静拍下来。 道友未免太过分了,冷漠的声音撤响,沉睡的巨头在觉醒,三号包厢环绕的刀法秩序差点炸开,那是一位璀璨滔天的影子,压迫的虚空洞府都在颤抖。 不依老者,法力滔天,神通广大,冷冽道,再怎么说也是前辈,如此细耍我族后代,到底是何用意? 因为我高兴,淡淡的话语传来,宛若惊雷一样,很多人的脑瓜子都嗡嗡的。 不依老者勃然大怒,眼底冷光见射,身影越发的璀璨与赤裂,像是横骨不灭的大日在燃烧,荡漾出如海的白色雾气。 你放肆,不依老者震怒无比,他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的人。 孔玄摇头,当年玄义涵都被训得像调狗,顶层狠人当真不按常理出牌。 他身为通天境的强者,过目不忘的本领还是具备的,刚才军天第一次开口,孔玄就知道这主是谁了。 但是孔玄没想到顶层狠人竟然排列在丁天道前面,如果不是超级大客户,就是手腕通天的老怪物。 你可敢留下姓名,白衣少年不再沉默,站起来淡漠道, 百年之后,我会亲自登门拜访。 华,整片拍卖会场全面,年轻一代的纷纷站起来,神情骇然,就连舞池都吃了一惊,这小子什么来历。 百年之后,他就认定可以问鼎动天之主领域,认定可以击败一号巨头。 天侠圣子沉默了,他的确有这资格,你不配知道老夫的名号,顶层狠人苍老的话语袭来,拍卖会不是让你吹牛皮的地方,懂吗? 白衣少年就算是静若折仙,气质空灵,此刻也被激怒了,神声道,你如此羞辱,真不怕未来折在我手中。 场中年轻一辈的天骄惊骇,这需要什么样的底气,才能喊出这种话出来? 陈仙,蛮陈仙,有人站起来诗声道,蛮陈仙,天哪,他是仙人洞天的继承人。 蛮陈仙,什么意思,偌大的会场莫名的安静下来,谁让不知自古以来,东神州最强的洞天福地,一直以来都是仙人洞天。 洞天之首仙人洞,仙人洞极极具神秘色彩,弟子也极少走出山门,但是洞天之首的地位从未洞摇过,很多势力都将其称之为人族部落的守护神。 甚至,仙人洞天极少招募弟子,传闻就算是极为强大的天平起源者,也不适合修行该洞天的传承圣法。 至于蛮陈仙明号,唯有仙人洞天最杰出的弟子,身怀仙人命伦者,才有资格继承蛮陈仙明号。 在下蛮陈仙,白衣少年背负双手,缠绕在机体上的白雾翻腾间,隐约有跨越永恒国度的模糊仙人将士,要与蛮陈仙合为一体。 蛮陈仙竟然出世了,心悦动天的强者脸色难看无比,江宁雪已经入到了,那么接下来的军后争霸战,云熙有很大概率问鼎第一。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,在这个节骨眼上,蛮陈仙横空问世,谁人不知仙人命伦的恐怖,功伐力盖世无敌,没有人能与之争锋。 同样,这是自古以来无法打破的无敌神话,举世天骄都要仰望,每个人都深深感到震撼,看来一年后的军后争霸战,不需要打就可以列出第一。 奸人洞那么恐怖吗?朱长青的脸色无比的严肃,军天必须要去争霸军后,才能在事发之后保住性命。 但是军后仅有三个位置,想要杀出重为问鼎巅峰,难度越来越离谱。 不仅仅是强大的问题,五支低语,祖庭好像就在仙人洞,至于仙人命伦,据说堪比圣品命伦,强大的不可想象。 徐庆的御守钻井,怪不得蛮臣仙猖狂到这等层次,举世无敌的神话,再加上掌握神秘的祖庭,这一族当真是威震天下。 这一刻的蛮臣仙,居高临下俯视着一号包厢,静等他前来赔礼道歉。 你是洞天之主又如何,注弄了仙人洞,惹了最强霸王,就算是顶尖军阀都要跪下来磕头赔礼。 你最好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,我担心你走不出拍卖会。 顶层狠人冷漠的话语传遍会场,这让不依老者惊怒到了极点,内心更是闪出一抹忌惮,如果一味洞天之主不计后果搏命,既比蛮臣仙这并不难。 自古以来没有人胆胆威胁仙人洞,因为都死去了。 蛮臣仙的脸色很冷,其他弱小吗? 以前对我说出这种话的,坟头草都长满了。 顶层狠人冷酷道,不信爷,可以试一试,不依老者脸色难看,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,要避掉蛮臣仙。 我说诸位,接下来要竟拍一位从古老的迷雾废墟中,挖出来的稀有珍宝。 眼看着事情要闹大,神舟阁来了一位重量级强者,打破了短暂沉寂的会场,到此宝相当的奇特,与失传的提甲有关系。 提甲,捐过来的一群大老师生,数位动天之主睁开了眼睛观望,拍卖会的氛围短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 不依老者按了按蛮臣仙的肩头,但莫道,你现在还很弱小,有些狠人不得不防。 等待我正上洞天之主,会查清楚一切,挽回丢掉的颜面。 蛮臣仙坐了下来,冷漠的面孔没有任何感情色彩。 尖人动的威严,任何人都不能辱墨。 娃屋,角琴琴爬了出来,金色瞳孔射出神芒,早是提甲。 这是,军天的巡视着古老的青色战衣,想到了以前意外得到的暗红色战衣。 祖上时代的宝物,军天眼底闪出金色,提甲给他致命的吸引力,欲要唤醒沉睡的生命起源路。 一压,角琴琴挥着爪子,他洞悉到提甲之内,储藏着某种无比可怕的物质,似乎是祖上墙者留下的神能精华。 角琴琴难以看穿全貌,因为提甲之内有无比烦傲的密纹,他全力催动铜树紧紧扑捉到模糊的画面,比当年发现的虚空虫原液,隐藏的还要深。 不逊色洞天之主的能量物质,军天震惊了,他以前使用过提甲,很清楚这些提甲蕴含的可怕命力。 如果可以将其全面掌握住,短时间能爆发动天之主的战力。 当然这很难,需要足够强大的肉壳才能具备。 完整无缺的提甲,军部某位大佬激动无比,师生道,研究价值极高。 讲要弄清楚提甲的铸造方法,何其艰难? 有老古董叹了口气,道,当然话说回来了,如果可以搞清楚提甲铸造奥妙,雄关的防御力会无限飙升,足以镇压荒兽之乱。 这件提甲经过拍卖会的确认,肉身强大者,可以爆发出灵胎镜的战力。 苏廷宣审声道,此物的起拍价格,十万金灵胎石。 大批入道集的强者眼红不已,穿上提甲等于大人物,谁都能掂量出价值。 二十万金灵胎石,三十万金灵胎石,随着价格一路节节攀登,其着他们都扎舌,太贵了,他们姑测此物的价值不低于五十万金灵胎石。 顶层狠人果断出手,五十万金灵胎石。 整片会场死记沉沉,捐过来的强者叹息,价格太高了,不值得。 六十万万金灵胎石,满城仙轻轻饮茶,淡淡开口。 七十万金灵胎石,军天井跟着加价。 八十万金灵胎石,满城仙不紧不慢的,比拼财富。 举世富豪在仙人洞面前都要颤立,他有花不完的钱财,使不完的灵胎石。 全场火药味十足,谁都能看出满城仙准备找回颜面,虽然格局不太高。 九十金灵胎石,他已经喊出一个天价了,满城仙轻轻放下茶杯,闭上眼睛,觉得差不多了。 云雾明暗的包厢中,云西清澈无瑕的大眼睛寻视着提甲,你会可以洞悉到,里面沉睡着无比古老的能量。 一百万金灵胎石,很多人都以为顶层狠人会沉默,谁知道他紧跟着喊出一个天文树木,引起了全场轰动。 丝廷轩瞠目结舌,玄机觉得军天在下套,想要坑满城仙。 但是满城仙很能沉得住气,但笑道,好大的口气,好大的手腕,好大的魄力,一百万金买下此物,晚辈佩服。 顶层狠人没有做出任何回应,一直到丝廷轩挥动锤子,他才坐下来。 怎么,你如此沉默,心里难道不是在流血? 满城仙倾笑一声,云西撇了撇嘴,什么流血,一号老怪物赚大了。 流血,我看是你的心头在流血,军天冷哼,此言何意,满城仙眼神一冷,想知道啊,过来赔礼道歉,可以为你揭晓答案。 军天漫不经心回应,斯廷轩的脸色有些不正常,不过提甲他们研究过很长时间,里面绝不可能还储藏其余的什么物质。 顶层狠人,又想做什么妖,照你这话的意思,全场的强者都眼瞎了吗? 满城仙痴之以鼻,我说这位前辈,孔玄忍不住一笑,当年你挖出虚空虫原液,老夫佩服你的眼光,但是提甲就是一件战衣,难道这里面隐藏其他的宝物不成? 怎么了小孔,是不是还想为老夫买一次单? 军天露出满嘴洁白牙齿,笑容越发的灿烂了。 小孔,孔玄气得差点脸绿,他可是活了几千岁的通天竞强者,俗话说打人不打脸,这主直接把他的遮羞布被撤掉了。 孔玄险些忍不住站出来,吼出一嗓子全场消费我来买单。 不过孔玄硬生生忍住了,上一次的教训他没有忘记,况且一号巨头太硬气了,他身为孔家的第二掌权人,不想为家族招惹不失强敌。 空,突然之间,三号包厢里面坠落出来一方小印,通体晶莹雪白,缭绕着大道光雨,蒸腾着茫茫百物。 隐约兼有恐怖之急的波动压来,茫茫大雾中,飞仙景象在显化,似乎欲要贯穿苍穹,挤满浩瀚的星空。 千人印,一些老怪物失声,仙人动天的镇斧之宝仙人印。 这口仙人印虽然是防品,但是谁都能看出蒸腾的漫天道痕中,震动出神通圣法的威能,乃是仙人动的绝学,仙人宝印。 这口高等重宝的价值有些非同小可了,蛮沉仙淡淡道,如果你真的可以将提甲打出通天境的威能,仙人印归你,可如果你做不到,将提甲双手奉来。 这是惊天豪赌,苏长青的面皮都颤了颤,这里足有九位洞天之主,他们都看不出端倪的宝物,君天凭什么可以打出惊世神威。 当然,你也可以免了这个麻烦,将提甲送来就行。 蛮沉仙是铁了心要让顶层狠人栽跟头,找回颜面。 对赌啊,我最喜欢,小孔老弟你说对不对。 顶层狠人淡漠道,孔玄气的鼻子都歪了,老脸发绿,给老子有隔屁关系。 谁是你老弟,快滚一边去,不过,顶层狠人仓老的话语传遍全场,区区高等重宝算什么? 脚家自弃,老夫有一篇圣品经文,对赌你们仙人洞天的圣品经文,你觉得如何? 第227章富贵显中求,数位洞天之主都被惊住了,他们都觉得听错了,对赌圣品经文。 疯了吧,隐瞒沉仙的氧气功夫都差点气被过去,他更被吓住了,对赌圣品经文。 开什么玩笑,不一老者有些发呆,他以为一号巨头会提出对赌顶尖重宝,但是没想到到头来,他的要对赌仙人洞的圣品经文。 他见过胆子大的,可没有见过吃了仙人胆子的,连圣品经文都敢对赌。 飘了,看看,他真的飘了,苏长青擦了把冷汗,北极很认真的是飘了。 动不动就要对赌圣品经文,动不动就是小孔,动不动就要弄死蛮陈仙,这谁能受得了,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天王老子来了。 你说云天是故意的,还是准备让他们知难而退。 武痴有些看不懂了,赌得太大了,从没有出现过这类赌局。 今天肯定不会乱来的,瞿庆紧张到极点,额头隐隐冒出香汗,丁天道满腹无语,这哪跟哪,任何一方无论是谁赢了,圣品经文都不可能交出来,除非爆发一场你死我活的血拼。 交赌一情,大赌伤身,神舟阁的定海神针出言,两位道友既然有雅信要去对赌,以我看,各自对赌高等重宝外加一百万精灵开时,你们觉得如何? 我没有意见,就是不知道他,蛮臣仙认为,军天肯定是想让知难而退。 不遗老者的脸色阴晴不定,军天的底气太大了,他倒是不心疼输掉财富,而是名誉上的损失是难以挽回的。 不过事已至此,不遗老者脸色冰冷,开弓没有回头见,只能冒险一搏。 天侠圣子,军天猛的出言,这让天侠圣子眼皮微跳,叫我做什么? 他实在是不想参合道里面,特别仙人洞掌握的祖庭对他未来至关重要,不过已经这个关头了,他只能站出来问道,前辈可有需要帮助的。 听闻天侠洞天年轻一代强者如云,你挑选一位入道疾肉身过硬的,前来激活提甲。 今天说道,这,天侠圣子一百八十个不愿意,赌赢了难免和仙人洞天生出隔阂。 尽快安排,难尘先开口了,天侠圣子这才点头,他说道,张大炮,你过去唯一号包厢的强者服务。 张大炮差点气炸,这狗日的,得罪人的苦差事全部都安排到自己头上。 齐酌他们狠狠松了口气,在这种场合中谁都不想站出来。 张大炮无力反驳,只能硬着头皮走出包厢。 今天不意外圣子的选择,也必须是张大炮才能彻底激发出提甲神威。 全场的目光都汇聚在光头男身上,他步履沉稳,站在了拍卖会的中心区域,身影高大睽萎,一身的铜皮铁骨。 丁家里的脸色阴寒,丁天山死了,还有数位支持他的阻牢也都陨落了,但是祖山依旧,军天依旧。 丁家里的脸色凝重,将提甲递给张大炮,他真的不希望顶层狠人影。 前辈,如何启用?张大炮问道,事实上他已经迫不及待了,差点爆发出起源经将提甲穿上,激发出最强战力。 很简单,与提甲沟通就可以了。 好了,张大炮浑身透出生命起源波动,青色提甲顿时被吸引放大,笼罩张大炮的肉身,同时和他的机体完美合为一体。 这一瞬间,张大炮的气息狂猛增幅,跨越到大人物领域。 就这,蠻沉仙笑了起来,你输了,话不要说得过早,军天淡淡说道,怎么你还想要加注吗? 你,蠻沉仙的脸色有些阴沉,他到底什么意思? 难道真的胜券在握了?小孔,要加注吗? 顶层狠人问道,给我有什么关系?孔玄差点气炸,但还是沉住气,道,晚辈不想赌。 诸位道友,有没有人想要加注的? 今天的目光扫向全场,整片拍卖会的气氛无比的怪异,难道他真的能赢? 朱婷轩有些沉不住气了,这个祸害难道真的能挖出什么出来? 正位道友,时间紧急,还是快些吧? 丁天道开口了,文言,顶层狠人淡漠道,事实上,我想要测验一下,能不能爆发出动天之主级的战斗力? 丁天道,全场,整片拍卖会的气场沉寂到了极点,很多人都认为顶层狠人疯了,真的是疯了。 蛮臣仙都差点笑出声,如果不是疯魔了,岂能说出一笑大方的话? 他估摸着,顶层狠人胆胆和仙人动叫板,绝对是疯疯癫癫的活话时,精神早就出现了重大问题。 挖了个八子,朱长青猛的一拍大腿,吓了舞吃一跳,狗东西冲什么疯? 恶死胆小的,冲死胆大的,狼行千里吃肉,狗行千里吃屎,生死不由天,富贵显中求。 苏长青的面孔上填满了疯狂,神神叨叨的,猛地推开方向大门,嗷嚎一嗓子,咆哮道,前辈,你这话我都听不下去了,我愿意拿出二十精灵胆石和你对赌,你要是真的能造出一位洞天之主,我爬上去再给你割三个响头。 舞吃的面皮狠狠一抽,这狗东西真的是疯了。 已经憋不住的小孔景跟着跳了出来,道,苏长青说的有道理,我也对赌了,二十万灵胎石压住。 孔玄真的是看不惯他的嚣张,实在是忍无可忍,非要教他做人。 我也赌了,黄天雄站了出来,二十万灵胎石对赌。 我也感兴趣,清月圣女笑着站起来,我觉得蛮沉仙道有能赢,我也压住二十万金灵胎石。 全场瞬息间了,丁天道他们都想要插一脚,只不过想到自己的身份,便是摇头了。 如果你输了,赔得起吗? 蛮沉仙笑了,道,你可知道,对赌已经报到了二百多万金灵胎石。 诸位,神舟阁的定海神针开口,一号贵客,在这场超级拍卖会拿出来的竞拍资源,总价值不会低于三百万灵胎石。 苏长青的确疯了,他可以说打开了赌盘,引出一大批强者参与到里面,他赌军天可以胜出。 如果真的输了,裤衩都不胜了,还有没有人,轰然之间,顶层狠人淡淡的话语传来,压制住了全场的吵闹声。 孔玄的脸色有些僵硬,狠人的底气太硬了,难道又被带到宫里了? 七夕,芸汐忍不住眼嘴偷笑,脸颊上离窝浮现,清澈透亮的大眼睛弯成月牙状,循视着张大炮,洞悉到提甲内蕴的恐怖神能。 清月圣女阴冷的眼神投射而来,芸汐收回笑容,小手抱着膝盖坐着,不再吭声。 在无比压抑的会场中,军天以阵园中荡漾出一缕魂光,传入张大炮的耳畔,催动起原金,开竿。 张大炮双目大征,亲爱的师弟,原来是你。 张大炮信心爆棚,祖上辉煌时代来临了,他欲行起原金,这片古老的母精刹那间引动提甲轰鸣,他仿佛深邃浩瀚的宇宙世界,最深处流淌而出一缕缕黄金赤胜的物质。 每一缕物质,都仿佛一轮太阳,阳气鼎盛滔天,当贯穿到张大炮体内的时刻,他爆发出亿万丈神光。 吼,张大炮仰头大吼,射人的雄姿像是沉睡的霸王在觉醒,肉壳化作黄金色彩,璀璨的宛若不灭今生。 数不清的人都在颤立,体内气血翻腾,头昏眼花,要在张大炮无限暴涨的神威中炸成劫灰。 尽窥神周阁的定海神针反应迅速,打开了守护阵法勉强阻挡住张大炮觉醒的气息,同一时间他吼道,行了。 张大炮神目如电,神威恐怖绝伦,觉得一拳头打死天侠圣子,轰成劫灰。 怎么可能,超级拍卖会全面轰动了,通天境的强者都感受到跨越历史长河的威压,像是逝去的祖上战神,在这一刻完成复活。 智人颤立,数不清的修士站了起来,不可思议望着张大炮,刚才他是入道集,现在已经逼向了洞天之主领域。 不可能,蛮沉仙的面孔隐约在争名,紧握的拳头卡卡作响,怎么可能,这怎么可能。 这是什么提甲,虽然张大炮快要承受不住提甲蕴含的神威,但是事实上证明,他的确具备增幅到洞天之主领域的无上战力。 斯廷轩险些喷出一口老血出来,价值数千万精灵胎时的至宝,就这样被顶层狠人给剪漏了。 即便是提甲蕴含的神秘物质仅能维持短暂时间,但是这对于任何军阀来说,都是镇足底蕴啊。 疯了,全场都疯了,前辈,小孔有不情之请,能否割爱? 孔玄眼睛红得像是大兔子,虽然又被带到沟里了,但是这一刻孔玄对顶层狠人佩服的五体投地。 狠人是嚣张,谁的面子都不给,但是人家有本事啊,你不服不行。 他忍不住在想,莫非顶层狠人修成了堪破一切虚妄的无上天目,否则岂能一次接着一次跟着简陋成功。 各大势力的强者有些坐不住了,纷纷站出来欲要购买。 坑人,太坑人了,这是故意下套让我们钻,苏长青你没事瞎起什么哄。 一些压住输掉的强者都要喷血,这完全就是在割草,赢了几百万精灵开始。 快别提了,我还差前辈一个想投,输钱又输脸,丢人都能都到北极大地去,以后再也不来拍卖大会了,再也不来了。 租长青走出包厢,哭丧个脸,险些嚎啕大哭,对周围输掉的强者不断赔礼。 一群人顿时心理平衡,分别相互安慰,叹息不断。 第二百二十八章九重新河,拍卖会继续进行,均天将迎来的仙人印放在拍卖会上竞拍。 坚人洞的底蕴深不可测,此物放在身边或许会引来灾祸,最终以九十万精灵开始成交。 接下来,军天出手竟拍下一套遮天蔽日的防御大阵,能阻截通天境强者攻击,遮蔽元神探查。 他接连出手,购置一珠顶尖神魂宝要壮大神魂,为苏长青购买了一口高等重宝当作谢礼,给小琴琴买了十珠顶尖宝要犒劳他,还有一系列珍贵的大道宝叶,为修行万道体做准备。 事实上,花光了这部分,赢得灵胎时还余下百余万斤。 夜幕降临,这片小世界瑞霞蒸腾,超级拍卖会的气氛越发的火爆了,近拍的宝物皆是一等一的,快要到了压轴环节。 药王,很多人心筋肉跳,一株大药灿烂生辉,时刻流淌如海的生命精华,萌萌大道奥妙,这是无限逼近圣药的药王。 众所周知,宝药要进化到药王,需要漫长岁月的沉淀,而想要化为药王,说明他已经生长了十万年。 40万精灵胎时,76万精灵胎时,药王的进胎价格已恐怖的速度攀登,原本军天想要出手拿下,不过考虑要购置一口杀生大气,想了想后就放弃了。 这一株药王以96精灵胎时成交,接下来宝药系列的压轴之物,让军天的眼皮微跳。 瓦块植物摇曳不断,传递出渴望情绪波动,军天站了起来,面容民众,瓦块植物要展开成长了吗? 他以前仔细推算过,依靠到取起源台能量培养瓦块植物。 太过缓慢了,植物想要成长需要另寻法门。 千天灵根,一些人失声,一株天青色的自小灵根,清脆如玉,闪烁鲜灰,充满了天地初开的悬傲波动。 一些洞天之主都惊讶,睁开天幕频繁观望,惋惜的是这一株灵根还没有展开成长。 这是在古矿区挖出来的仙天灵根,斯廷轩发出震撼性的话语,孕育成形,吸取了整片古矿区的神力源泉,沦为了废矿。 今天都心惊无比,古矿区的强大他曾经见证过,没想到先天灵根破土而出,竟然耗费了整座矿区的神力。 斯廷轩说道,这一株先天灵根虽然还没有展开成长,不过如果可以培养起来,说不定就是下一株震源果树。 一些人黑着脸,坑水哪,当年镇源洞天为了培养先天灵根化为镇源果树,花费的代价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 事实上,各大洞天府地中,长有先天灵根,但是他成长的速度太缓慢了,吞噬的能量更是天文树木。 60万灵胎时,天侠圣子出手了,准备将先天灵根栽种到他的道家天灾之内,成为镇守道家天灾的第一灵根,等待他花费大代价培养起来,灵根能源源不断提供给他生命精华。 71万斤灵胎时,82万斤灵胎时,天侠圣子不急不缓地加价,本以为能顺利拿下,没想到顶层狠人出手了,喊出了99万斤的天价。 天侠圣子摇头一探,如果是其他人他真准备争一争,但是狠人的财富谁都清楚,拍卖会有几百万斤零胎时,又赢了300多万斤,太狠了。 蛮沉仙罕见的沉默,没有跳出来阻截,军天顺利拿下,等待先天灵根送到包厢中,小琴琴抱着灵根就啃,像是牛角牡丹般,只不过差点把他的牙齿给崩断。 王乌,脚琴琴疼得流眼泪,很生气地把灵根砸在地上,指着他犯闷大骂。 灵根坚硬如神铁,布满了先天道痕,不会轻易损坏。 军天抖了抖衣袖,灵根飘在他的手中,瓦块植物已经按捺不住了,喷吐出一片青灰,贯穿到灵根之根。 肉眼可见的,这株价值百万斤的先天灵根以极快的速度枯萎,凋零。 军天心痛得无法呼吸,只不过很快发现瓦块植物生长了一大截,银色根筋闪现出璀璨的道痕,古朴与苍凉,宛若天地的脉络呈现而出。 空某,这一颗银色植物显得宏大羽舍人,如扎根在生命古星上,化作通天的神脉。 军天惊异,凡傲神秘的麦洛克路在植物上,仔细观望如同看到了星空古道,但却残缺不全,阴云密布,湿山雪海。 随着镜头拉近,在遥不可及的区域,一位女子盘坐在古道尽头,虽然仅仅是轮廓,但却威压星海,恐怖至极。 那是什么,军天一阵头大,残缺的星空古道,有着铺天盖地的可怕气息透过万古而来,无尽喊沙声震动人的灵魂,似乎沐浴朱天之血的巨头压向这一世。 苍与颤立,大道哀鸣,唯有盘坐在星海中的女子神威盖世,朱天万道都扶在她的脚下,一切都暗淡,唯有她超脱一切。 军天都快喘不过气来,宇宙星海似乎都聚纳到仙子体内,她似乎化作了上苍。 如仙凌晨,俯瞰众生,教化万物。 隐约间,在绝世的压迫中,军天聆听到神秘祭祀音,似乎绝世仙子在她耳盼清语,诉说着什么。 真的孕育出一位绝世仙女吗? 随着恐怖的威压渐渐散去,漫天的异象消失,神秘古道消失,瓦块植物归于沉寂,摇曳神灰,充满劫后重生波动。 军天发毛,不管是瓦块,还是植物,都是祖上时代的产物,天知道未来可以进化成为什么样子。 拍卖会回荡的哗然声,惊动了沉思的军天。 轰猛,一条接着一条星河大瀑布,笔直地垂落而下,笼罩了整片拍卖会场。 这是一幅奇景,九天银河落地,蔓延出如海的道痕,众生置身在星海中,如梦如幻。 九重星河,清月洞天的强者惊喜,九条如梦如幻的星河,每一条都充满了强大威压,玉寒高等重宝的威压。 刹那间,漫天一向散去,九条细小的星河漂流在虚空中,喷吐瑞霞,妙不可言。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九重星河,星月洞天有一套顶尖层次的,据说九重星河组合在一起,威能直逼大道圣宝。 讲多了,你们以为大道圣宝是什么,不是一个量级的宝物,不过这套高等层次的九重星河,何为一体威能倒是不逊色顶尖重宝几分? 不错,当然最为要紧的是,九重星河能无时无刻接引宇宙星辉,可以铺助人修行,催动出来消耗的审力也不高。 一些人议论的过程中,九重星河很快飙升到天价,已经破了百万。 一百三十万金灵胎时,清月圣女势赛必得,如若将九重星河囊括到天胎中,她的战力逼向通天境领域,到时候再动天圣地的话语权更高。 都快逼向二百万金了。二百万金灵胎时,顶层狠人果断开口,压下了全场的竞拍声,一些还想竞拍的强者纷纷摇头坐下来。 清月圣女脸色微变,清起红唇,到二百一十万金灵胎时。 二百二十万金灵胎时,顶层狠人继续开口,这正是她所需的宝物,再者说九重星河不是举世唯一的,未来就算暴露世人也不会联想到顶层狠人。 二百三十万金灵胎时,圣女有些承受不住压力,对着一号包厢交滴滴喘音,老前辈,奴家渴望得到九重星河,我是新月洞天的圣女,能否让给奴家妹妹呢? 二百四十万金灵胎时,顶层狠人冷面无情,无视新月圣女的撩拨。 新月圣女将映在原地,她已经如此苦苦哀求了,更何况以圣女身份哀求,但是没想到顶层狠人完全不领情。 老前辈,奴家真的很想要,新月圣女忍着内心的羞辱,恶罗多姿的娇躯心灰缭绕,修长的眉腿在裙摆中若隐若现,她轻起阴唇,再次哀求。 她很清楚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,从而进行追求,即便是付出一些什么都在所不惜。 然而,一号巨头没有任何回应,这让新月圣女有挫败感。 240万金灵胎时第一次,慈廷轩挥动小锤子,价格已经很高了,至于完整无缺顶尖重宝。 唯有500万金灵胎时极难拿下来,成交,慈廷轩一锤定音,新月圣女缓缓坐下来,旋即扫了眼正在吃点心的芸汐,含着脸道,芸汐,给我倒杯茶来。 哦,芸汐的身子有些单薄,雪白娇嫩的肌肤闪烁光泽,她放下点心端着灵茶走来,乖巧的滴给新月圣女。 我要喝凉茶,去换一杯,清月圣女冷眼看她,特别对于芸汐清澈无暇的眼眸,恨不得挖出来一直到成为自己的眼睛里面。 清月圣女的心情很不好,她急迫变强,否则圣女大胃时刻不饱。 几位面白无须的长老皱眉,不过碍于圣女的身份,没有说什么。 芸汐被刁难了几句,她没有什么情绪,重新端来一杯凉茶,等待圣女慢吞吞饮完茶水,这才端着空茶杯回到远处,坐下来继续吃点心。 芸汐妹妹,这是我专门为你泡的灵茶,来尝一尝。 景天走来,虽然才十六七岁,不过已经养成了绝代高手的风范,举手台足兼天威朦胧,双重王者八体神威不可测。 谢谢,芸汐接过灵茶,刚要引下发现茶水里面隐藏着红色物质,她的小手一划灵茶掉在身上,茶水溅了一身。 芸汐妹妹,你怎么如此不小心,景天脸色微沉,抬起手抓向芸汐雪白的皓腕,不过芸汐一闪身避开了, 躲在一位白胡子老头背后,低着头没有吭声。 哈哈,芸汐你怎么心神不宁的,白胡子老头大笑,她是心悦洞天的副洞主,对于芸汐极为宠爱。 芸汐轻轻摇头,坐在白胡子老头身边,不再离去。 几位景家长老的眼底闪出阴冷,难道芸汐看出了什么问题,才没有引下灵茶? 若非这一次副洞主前来参与拍卖大会,特意带上了芸汐,他们在洞天福地根本找不到出手的机会。 不过刚才的计划,竟然失败了,清月圣女的眼底闪出不易察觉的寒光,茶水里面有迷晴散, 她本以为能顺利破掉芸汐的手工纱,给她按上败坏门锋的罪名,却没想到这个小贱人没有端稳茶杯。 圣女有她的计划,景家也有景家的计划,不谋而合。 景元还显然是动了恶毒心肠,虽然以此等手段对付一个小姑娘无比下作, 不过为了能将芸汐绑在景家的战船上,早日生子,这才出此下策。 老爷爷我想回去,银月肯定想我了。 芸汐传音,只要她踏入入道领域,就能掌握银月圣宝,回归雪原镇,去探望爷爷,去寻找小哥。 好好好,白胡子老头大笑,拉着芸汐的小手,欲要离去。 金空海副洞主,您这是,金月圣女脸色微变,起身走过去,我们先行一步,金空海大修一甩,荡漾出一抹无形的能量, 卷起云西衣裙水泽中的红色物质,涌入金月圣女的口鼻中。 一缕缕一香,非常的好闻,更为醉人,金月圣女经不住长吸一口,默默品尝。 不知不觉间,新月圣女胶躯酥软,她揉了揉额头,有些飘飘然,雪白的机体已经泛着红韵,眼眸流淌出醉人的光泽,娇嫩的阴唇跟着张开,都要滴出水来。 嗯,她情不自禁地轻盈了一声,总觉得玉体燥热,恨不得宽衣解带,做些什么。 同一时间,景天她们的眼珠子都等直了,新月圣女本就滋容角色,现如今面带红霞,吐息如蓝,妖娇无比。 不好,新月圣女瞬间大惊失色,这使迷情香的要力在进入了五脏六腑,入侵她的精神失海,如果一天内部找个男子睡一觉,肯定会烈火焚身而死。 第二百二十九章神魔圣雪,云雾缭绕的包厢中,新月圣女胶躯酥软,雪白晶莹的机体香汗淋漓,乌黑的绣发湿漉漉的,她瘫痪在地上很难站起来。 我中了迷魂伞,新月圣女满脸的绝望,刚才星空海看透了一切,临走之前出手将迷魂伞汇聚到她的身躯中,让她品尝一下迷魂伞到底是什么。 新月圣女没想到迷魂散的要力如此恐怖,强大如她都难以抗衡,神魂都难以启用,通体燥热无比,她紧咬着阴唇,觉得体内血液都要喷涌出来。 紧接着她的眼眸通红,灵魂渐渐被情欲波动吞噬掉,裙摆中修长的眉腿紧紧缠绕在一起,柔软的腰肢如同水蛇在扭动。 紧天猛地走来,眼神透着邪恶,控制不住内心的欲望,她强健的机体充满强大威压,要把圣女拒为己有。 混账,新月圣女被这里目光惊醒,她都要气炸,气疯,心肺都要裂开,美丽的脸颊布满争鸣。 谁都清楚任何圣地的圣女,一旦失去了手工纱,就会自主失去圣女之位。 圣女的内心填满了恐惧,这本是针对芸汐的致命毒药,没想到落在自己的头上,更没想到星空还早就看出来了,关键时刻反手一耳光抽在自己脸上。 圣女姐姐你怎么了?是不是不舒服?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吧。 紧天明之顾问,脸色阴冷,她走过去抓向圣女。 警员海他们迟疑了一下,便是沉默在原地,而几位不明真相的长老暗暗狐疑,圣女怎么突然瘫痪在地上。 滚开,新月圣女欲提猛颤,差点将她折磨到烈火焚身的迷魂伞。 突然间散去了,这时间的新月圣女才明白,这是星空还给她的教训,让她永远记住这一天。 圣女的眼底残留着一抹恐惧,旋即看向抓向自己的警天,震怒之下雷霆出手,一巴掌抽了上去。 碰,警天差点被一巴掌给拍碎,半张脸皮开肉绽,砸在地上,痛苦发抖,嘴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,眼神无比的可怕。 她注视着圣女,像是一头可怕的蛮兽,要把圣女给撕碎。 圣女你这是干什么,警天做错了什么,你要这样责罚,警家数位长老脸色惊变,但一个哥非常的心虚,更想不明白圣女为何能压制住民魂散的要力。 我在干什么,你们心里面很清楚,成事不足办事有余的混账东西。 青月圣女恨不得避掉警天,一泻心头之恨。 刚才警天是关心你,圣女不要多想,警员海的脸色阴森森的,他们和青月圣女密谋让云西环上身孕,关于迷魂散的事情让她不敢多说什么。 我们走着瞧,青月圣女不会善罢甘休,含着脸离去,前往安全区炼化迷魂散残余的要力,以防止影响到修行根基。 警天眼神恶毒,一脸残冷擦掉嘴角的鲜血,缓缓爬了起来,一声不吭地盘坐疗伤。 警员海皱眉,计划没有得逞,反而和圣女彻底交悟。 警天,最近一段时间,不要和圣女碰面,一位警家长老说了句,彼此都心知肚明,唯有其他几位心悦动天的长老被蒙在鼓里。 等我未来成为动天之主,他们都是我的,谁都无法反抗我。 警天在心里咆哮,它是双重霸体,已经具备天体之威,从小到大就被捧到天上,要什么有什么,对于得不到的东西充满强大的占有欲。 太阳神火,驱空石台上,一团金色神火雄雄燃烧,当中有红日沉醉的奇景显化,充满粉面众生的波动。 本元神火的价值本就极高,更何况太阳神火更是一等一的神火本元,任何强者纳入体内炼化,都能成为超级杀手锏。 这一团太阳神火本元,起拍价格十万金灵胎石。 此停轩的话语刚刚落下,全场响起竞拍声。 金阳洞天的圣子候选人站起来,喊出来五十万金灵胎石的天价。 难道金阳洞天还缺少太阳神火的本元,本元神火可以培育,这一团本元对于金锐来说是相当难得的补品。 传闻金销陨落,不知道未来金锐能不能继承圣子大位。 一些人在小声议论,当年若非金销横空出世,以天阳命轮压制一切天平起源者,否则圣子大位岂能落在他的头上。 事实上,各大势力以前就质疑国,金销龙巷竟就为猎圣子,况且还不是正统一脉,未免太早了吧。 金销陨落,至今难以想象,他毕竟是天阳命轮,潜能强大绝伦,成长起来非同小可。 传说当年金销战死在北极,你们说陨落的会不会是分身? 不可能,唯有到家天胎才能塑造出血肉分身,以金销的年龄很难成长到这一关。 拍卖会传出一片交流声,有人认为金销还活着,否则金阳洞天早就推选出新的圣子了。 今天,这个孽障到底去了哪里? 金家三位强者面皮颤抖,眼珠子血红一片,北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现在苏家族运鼎盛,隐隐有取代金家的威严。 有强者的心里都在滴血,北极霸主离他们远去,而想要恢复以往的辉煌,唯有得到镇圆洞天的一切,但是军天已经人间蒸发。 此刻,军天接连出手,竟拍下了太阳神火。 要不要去皇家,或者是孔家走一趟。 军天在心里嘀咕,金阳静是大到圣宝的房亭,一旦开启兴许会引起圣宝异动。 他面容严肃,为了以防万一,需要想一个万全之策才对。 快深夜了,思廷轩低沉的话语传遍全场。 中位道友,各位前辈,超级拍卖会即将落幕,现在开始竞拍三样压轴至宝。 整片会场都安静下来,所有目光集中在虚空时台上。 此停轩取出一个黑色罐子,打开九重封印,如同开启了地狱之门,喷吐出的气血光芒犹如乌云遮壁苍穹。 吼,虚空颤立,像是跨越远古战场的巨吼撤响,若非虚空时台打开了超级防御法阵,吼声传出去足以震碎万物,粉碎到家灵胎。 黑色罐子如同圣日在燃烧,透出的能量波动让大人物都胆寒,似乎是去在远古的神灵从坟墓中爬出来。 那是什么,人们惊骇,觉得里面真的要爬出来一头神魔,气血如海在蔓延,充满了神魔天威。 洞天之主略微变色,徐氏罐子中,一滴滴黑色宝穴,每一滴都如同浓缩的小宇宙,可以窥似到里面矗立着三头六臂的身影。 神魔圣雪,此停轩产生道,这一罐子神魔圣雪,在长存漫长岁月古矿区挖出来的,万幸的是神魔圣雪保存完整,亏损的底蕴不多。 蛮沉仙缓缓站起来,神魔圣雪可以壮大血脉,举世都很难求来一滴。 180万斤零胎石,240万斤零胎石,270万斤,价格越来越离谱,几位准备以神魔圣雪延续寿源的老怪物差点打起来,可以看出他们快承受不住了。 300万斤胎石,蛮沉仙淡淡出言,刹那间压制了一切静开生,几个老怪物灰溜溜坐下。 莫泰山皱眉,道,老夫的斤胎石有限,能否以物易物交易神魔圣雪。 拍卖会刚才没说这项规矩,蛮沉仙直接驳斥,他虽然是仙人动未来的继承人,但是挪动的资源并非无限,况且他来这里是要竞争最终的压轴至宝。 莫泰山眉头紧锁,神魔圣雪,足以将向龙的蛮神血脉全面激发出来。 对于神魔圣雪,莫泰山志在必得,他很清楚向龙的潜能,未来绝对不逊色舞痴。 奈何他财力有限,300万斤已经是极限,莫泰山,顶层狠人苍老的话语传来,老夫感兴趣的是,你到底以什么宝物交易神魔圣雪? 蛮沉仙的脸色微沉,他什么意思? 跳出来拆台,想要干什么?莫泰山传音到一号方向,道,道兄,我曾周游天下,在一位前弦洞府中收获完整无缺的虚空洞府。 今天惊讶,虚空洞府,那是最顶级的道家秘府,更可以在虚空中任意遨游,价值难以估量。 老夫在虚空洞府上刻录了三套大阵,第一重能开启虚空虫洞,第二重可以聚纳虚空神能滋补神魂,第三重能与虚空合一,短暂抗衡王兽的压制。 莫泰山的脸色严肃,这是他的心爱之物,当年为了刻鲁三套大阵,请动了一位洞天之主级的存在。 今天洞容,果断道,四百万精灵胎食,我要了。 多谢前辈,莫泰山郑重道谢,冲着拍卖会场说道,三百五十万精灵胎食。 赤人心惊,莫泰山到底和顶层狠人达成了什么交易? 蛮沉仙脸上布满寒霜,站起来道,四百万精灵胎食。 四百五十万精灵胎食,莫泰山淡淡道,为了培养象龙他可以亲近一切。 蛮沉仙面沉如水,仙人洞高高在上,谁敢不给面子。 他刚要喊出一个天价,不依老者摇头道,行了,他应该可以拿出七八百万精灵胎食,如果继续竞争下去。 压咒至宝很难尽拍到。 蛮沉仙自然清楚,但是他不甘心,顶层狠人一直压着他,一直一直压着他。 这算什么,自古以来谁敢招惹仙人洞,蛮沉仙的心里憋着一团狂怒火焰,不过想到终极压咒宝物,只能沉默坐了下来, 因为他清楚那是未来他在举世无敌辉煌之上在家头衔的盖世底蕴。 四百五十万精灵胎食,成交,慈婷轩一锤定音,神魔圣雪四百多万斤。 那么压咒之物或许会破千万。 今天皱眉,蛮沉仙没有继续争夺,这说明他是冲着超级压制宝物来的。 是在必得吗?今天摸了摸下巴,脸上浮现一抹笑意。 就在这时间,拍卖会将莫泰山的虚空秘斧送来。 巴掌大的乌黑秘斧,刻满了三层反傲道纹,漂流在虚空中,像是沉睡的虚空古兽,隐约让虚空再颤立。 军天眉心射出一道神光,将虚空秘斧收入精神石海中,神魂盘坐在虚空秘斧中,阵源中悬挂在其内。 一时间,军天的神魂如同虚空之神,盘坐在浩瀚的虚空世界,无时无刻感受虚空之变,对于神有领域的修行至关重要。 第二百三十张赌破天,第二样压轴宝物,是一部天然的石经,经受日月精华的洗礼,天地大道的滋补,孕育了长达百万年才出世。 数位动天之主动容,观望树眼,顿时惋惜无比。 这一部石经未曾彻底孕育完成,特别上面的大道文字有些模糊不清晰。 不过一部完整无缺的石经,断然是天生天养的圣品经文,自古以来超级拍卖会上从没有出现过完整的圣品经文。 即便是如此,顶层一群老怪物接连出手,价格已经飙升到天价了。 君天惊叹,目前已经八百万精灵胎石了。 最终玄门洞天开出九百万精灵胎石的天价,斩获半成品的石经。 玄门洞天经通神鬼难料的推演出,定龙脉,锁骨矿手道秦来,未来能不能将天然石经孕育成为完整。 一些修士在相互交流,有老前辈摇头道,你们太小看天然石经了,据说仙人洞有一部无缺的石经,孕育花费的时间长达数千万年。 这些人哑口无言,仙人动有两篇圣品经文,神通足有五门,礼遇实在是吓人。 终极时刻要来了,全场修士精神绷紧,一些参与超级拍卖会几十场的老怪物都沉不住气了,因为他们从没有见证过破千万斤的天价。 秋修修,此刻,在虚空石台上,神州阁来了十几位绝顶强者,更有定海神针亲自压阵,气愤无形中压抑起来。 军天惊讶,难道还有人攻打神州阁不成? 事实上,在神州阁举办的拍卖会历史上,一共发生过十几次被强攻的恶劣事件,上一次距离现在有上万年了。 一位受缘枯竭的冻天之主,冒起险杀入拍卖会,将正在竞拍的残缺盛耀夺走了,老头子迈着大腿一路边啃边逃,一时间引起滔天轰动。 不过这位冻天之主很快被各方联手擒获,然而残缺盛耀已经被他恋化了,最终的结局是发配到雄官拼杀到老死。 对于这件事,曾经也有戏言,还不如干净利索作画,结果到头来血拼了上千年,每日活在水深火热中,最终哭死在战场上,还要背负骂名。 丝亭轩脸色凝重,他打开储物宝塔,一座黄澄澄的仙府从天而降。 仙府看起来仅有拳头大,黄金璀璨,喷吐盛灰,似乎沉睡的大道圣兵。 正要筑成的黄金仙府,通体晶莹,布满大道仙痕,似乎仙人居住的殿堂,里面隐约传出大道天音。 果真是大道仙府,满沉仙的眼神炽热,如果能将仙府炼化掉,与他未来的道家圣开河二为一, 定然是举世无敌的底蕴。 不依老者面容民众,希望不要发生什么意外。 诸位,这是黄铜道金锤链而成的仙府,未来都有希望进化为大道圣堡。 此庭宣的话人们也就听一听,黄铜道虽然举世难求,但是仙府好才不多,想要化为圣堡谈话容易。 当然此物最可怕的价值可以养成大道仙府,任何洞天之主掌握,实力都会迎来暴涨。 什么是洞天之主?开辟体内仙府,储藏大道宝藏,宛若巨大世界运行,如若有超级外物配合,内仙府伟力绝伦,动辄可以镇压强敌。 天侠圣子眼红,但是清楚大道仙府轮不到他,一群洞天之主断然会玩命近拍,特别蛮陈仙世在必得。 此庭宣的话语低沉无比,此物无底价近拍,每一次加价,不得低于一百万斤零胎时,另外按照原主人的要求,不得以物易物。 八百万斤零胎时,丁天道第一个开口,九百万斤了零胎时,一千万斤,一千一百万斤,丁天道神木如电,一千二百万斤,每一次加价都引发轰动,皆是顶层老怪物接连竞争。 只不过一次都是一百万斤加价,动天之主都要承受压力,他们的财富不是无穷无尽的。 一千五百万斤零胎时,轰然之间,蛮陈仙站出来,喊出一个天价,声音显得低沉,这让丁天道他们皱眉,仙人动得底蕴当真身不可测。 年轻一代的都在叹息,真的人人比人气死人,蛮陈仙不过是顶尖龙象,却有财力压制动天之主。 有些动天之主稍稍犹豫,还要准备尝试加价。 二千万斤零胎时,刹那间,顶层很人冷酷开口,他提高了整整五百万斤,整个会场差点炸开了,四庭轩的小腿肚子转筋,险些一头栽倒在地上。 因为他总觉得,仙府里面或许沉睡着一位仙女,亦或者悬挂某些比仙府更为贵重的质宝。 劈里啪啦,蛮陈仙的双拳紧握,因为他快到了承受极限,眼珠子隐隐泛红。 不一老者心头咯噔一下子,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,谁都不清楚顶层狠人的来历,更不清楚他动用的财富极限。 2500万精灵胎时,蓝沉仙披散的发肆乱舞,他近乎杰斯底里的吼出声,更如同吃了死孩子一样,目刺欲裂,身躯发抖。 因为他认为,顶层狠人是故意的,谁都清楚动天之主的身价,撑死了2000万斤左右。 3000万精灵胎时,顶层狠人参老的话语传遍全场,始终平静如一,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,稳坐一号包厢,冷酷俯视全场。 租长青都快抓破头皮了,军天怎么可能有3000万斤?除非他把洞天宝库给搬走了,五吃都坐立不安,价格太离谱了,局倾站了起来,情绪紧张,这是什么概念? 丁天道他们都傻眼了,3000万斤太高了。 顶尖军阀都极难拿出来,毕竟顶尖重宝的价值才500万斤,不过苏家的麒麟顶就另当别论了,不能以寻常的顶尖重宝衡量。 孔璇擦了把冷汗,狠人就是狠人,永远都不知道他的底线,他庆幸在北极城的时刻,没有和顶层狠人继续叫板。 整片会场的气氛,现在已经压抑到了冰点,无数的人都快喘不过气来。 这时间,烈化要力返回的星月圣女正了正,与刚才相比他艳丽四射,脸颊有着一抹香艳的潮红,一瞥一笑或人心魂。 老前辈,您的魄力真大,星月圣女轻起阴唇,娇滴滴喘音,很想知道顶层狠人的来历。 此刻,蛮沉仙的面容苍白,他不可能放弃大道仙府,就算是亲近一切都要拿下来。 这时间,蛮沉仙双目怒争,发出低沉的话语,我又要求,查验财富。 租长青一屁股摔倒在地上,椅子都晃了晃,查验财富如果没有三千万斤,是要进行巨额赔偿的。 瞿沉仙握着牵牵御手,银白的额头冒出细汗,被持紧咬红唇,修长的躯体已经绷紧。 拍卖会死记沉沉,很多人都屏住呼吸,感受不到时间的流失。 小孔,他要查验我的财富,你觉得如何? 军天苍老的话语传出,这让孔玄血压上升,眼睛有些发黑,拆声道,这。 那就查败,你扯其他人干什么? 我说要查验你的财富,瞒沉仙恢复了部分情绪,审声道,我不相信,你可以拿出三千万精灵胎石。 拍卖会的强者没有立刻出言,顶层狠人是什么存在? 只能轻易让他们查验财富,这是对他的侮辱,你一直藏头落尾的,查验一下不算什么吧? 不依老者眼神冷漠,说道,但是我不知道为何道友如此推辞,难道是看准了我们是在必得,故意抬高价钱? 还是大道先府原本就是你拿出来的? 一些人不由得点头,此话有些道理,故意抬高自己宝物价格,这不算是稀罕事,拍卖会就算知道也不会吭声。 只不过狠人就不怕砸在自己手里,在这里我说明一下,大道先府并非一号贵客拿出来的。 神州阁的定海神针开口了,如果瞒沉仙旨意要求查验财富,只能委屈倒有了。 不委屈,顶层狠人冷笑了一声,只不过看不惯仙人动多多逼人。 别废话,我要求立刻查验,瞒沉仙有了些底气,脚背,你让我怒了,顶层狠人冷酷道,你我彼此的财富放在一起,当然也可以把你身边的哪位算上,如果你的财富可以超越我,大道先府我来帮你买单。 空谋,极致压抑的气氛刹那间被打破,如同九天神雷炸响在所有人耳畔,数不清的人都惊骇欲绝,这是什么胆子。 要翻天了不成,全场,不依老者,拍卖会轰动到极致,这是在比拼身价,狠人到底什么来历。 可如果你不行,那就只能抱歉了,你们的财富都要归于我。 顶层狠人直接将莫盘大的天胎时拍在桌子上,冷喝道,中卫道有,意下如何。 当然为防止仙人动与其他动天福地相互串通,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靠近三号包厢。 许多人都被吓住了,这不是豪赌了,这是要把天都给赌破。 你确定,蛮尘仙的面孔隐隐争名,他钻紧一块转头大的天胎时,要拍在顶层狠人的脑门上,让他知道什么才是至宝仙真,什么才是金氏底蕴。 天胎时是什么,可以当作硬通货币,但是谁都会傻得将天胎时拿出来拍卖宝物。 顶层狠人根本没有理会蛮尘仙,道,还有谁质疑,尽管站出来,老夫对赌你们所有人。 他飘得都快炸了,朱长青擦了把冷汗,想不通军天到底掌握什么至宝。 你要不要出去把局面打开,武痴目光闪动,我怕不能活着离开拍卖会。 朱长青黑着脸,富贵显中求,武痴罕见的笑了笑,朱长青翻了翻白眼,全场都沉默了,都被狠人的胆子给吓住了,这简直就是在赌命。 三千万精灵开始啊,顶尖军阀都要颤利的财富。 为何没有回应,刚才质疑我的人在哪里,顶层狠人的冷谋巡视会场,但莫道,小孔,你为何沉默不说话? 不准备拿出百万精灵胎石赌一赌吗? 孔玄气的脸绿,这老东西还要坑我。 一点道德都没有,蠻沉仙,拿出你的财富。 顶层狠人冷酷的话语回荡在全场,他的额头隐隐冒出热汗,显然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。 顶层狠人